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秋的人生故事 韩前被空降到我们部门的那天 我心里几乎没有任何波动 反正我们只是行婚夫妻 也没必要装模作样 而且我只是个普通小职员 按理说和她的交集也会很少 但让我意外的是 我的死对头赵琳琳为了追她 竟也调到了我们部门 她当天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 把我推向了与韩前的对立面 聂小鱼 这是客户参考产品需要的二百个推广文案 今天下班之前给我 如果完不成 保证内容质量的前提下 我最早只能明天下班前交付 我不管 我是你的直属上级 交代给你了 做不做完 行 那就是你的事 说完 赵琳琳指高气扬地把文件扔到我桌上 踩着高跟鞋直奔寒钱的办公室 我看着她那指高气扬 目中无人的背影 气得牙根都痒 这几年在公司 我作为内容部门的小职员 没少被运营部的赵琳琳整治 我既投诉无门 又不想因此放弃这份待遇不错的工作 只能尽量和她保持距离 谁叫人家是老板的亲戚 有靠山呢 我无奈地打开资料 这什么参考案例 一点有用的信息都没有 简直像鬼话符一样 我拿着文件 静止闯进了韩钱的办公室 我就不信了 论亲疏远近 韩家还欠着我一个人情 怎么能让她在这里滥用职权 但我没想到 我刚推门进去 迎面就听到一声斥责 进门前 不知道敲门吗 我被震得浑身一抖 随便扫了一眼 就看见了一幕尴尬的场景 赵琳琳正紧贴着坐在韩钱身边 领口几乎贴到韩钱面前 她的手还暧昧地放在她大腿上 我猛地关上门 退了出去 顿时心里满是绝望 完了 我眼睛都脏了 我撞破了公司领导的隐秘事 这下还不得被她报复得更狠 明里暗里都要逼我在公司难以立足 难怪韩钱一回国 就被空降到这家公司 赵琳琳还紧跟着调来内容部 夫唱妇随吗 我抱着文件匆匆关上门 我高度近视 你们继续 然后我飞快地回到公位 只要我跑得够快 韩钱之前那句聂小鱼 你给我回来我就当没听见 我坐在公位上 用文件挡着手机 刷着知乎偷懒 知乎首页好巧不巧 给我推送了一个回答 题目是 撞见单位领导和女同事 暧昧怎么办 里面的故事简直刷新三观 我看得直吸凉气 背后阵阵发凉 好看吗 嗯嗯 一道冰冷的声音突然 从我身后响起 我猛地反应过来 手忙脚乱地收起手机 可来不及了 手中用来遮挡的文件被人抽走 我上班偷懒的小动作 就这样尴尬地暴露在整个办公室面前 我看着面前紧盯着我的韩钱 忍不住耳根发红 那知乎故事里正讲到男主角意图不轨的细节 我一边看一边呲牙咧嘴 摇头嘖嘖 韩钱就那样紧抿着嘴唇 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让我心里越来越没底 然后他拿着我的文件夹敲了敲桌面 声音冷淡无情 来我办公室一趟 我无奈跟上 一分钟后 韩钱慢悠悠地打开那份原始文件 却很快又合上 好了 你可以出去了 把你们赵部长叫进来 我 你 他是不是有病啊 感情把我叫过来 什么都不说 就为了使唤我 为了之前撞见他和赵林林的事 给他出气 我认栽 这次是真的踩到老虎尾巴了 以后我在公司 别想有好日子过了 我情绪低落地回到公位 看着赵林林满脸得意 被韩钱召回办公室 可五分钟后 赵林林灰头土脸 红着眼眶冲出来 还狠狠瞪了我一眼 赵林林把带出来的文件夹重重摔在自己桌上 指桑骂怀地瞪着我 别以为自己长得有几分姿色 所有男人都吃你那一套 自己几斤几两没点数吗 我听得云里雾里 然后 他开始噼里啪啦敲打键盘 半小时候 我看到他拿着文件出入韩钱办公室不下十次 再回来时 他一声不吭地把新写的文案狠狠摔在我桌上 我看了看新的内容 恍然大悟 终于满意地点了点头 看来我们这位空降的领导也不是完全不讲理的人啊 那天作为辛苦打工人 我一直忙到半夜十二点才到家 微信里是赵林林新发的朋友圈 公司高层领导为韩钱接风 专门组织了一场入职欢迎会 酒过三旬 赵林林喝醉了 趴在椅子上 带着情意绵绵的眼神 看着身旁的男人 那椅子靠背上搭着一件深蓝色西装外套 和他的肌肤紧贴在一起 那是寒钱的 我饿得前胸贴后背 这一刻对资本家的厌恶达到了顶点 我刚到家 一手开着密码锁 一手和闺蜜抱怨 我总觉得寒钱回来后 我自由自在的单身生活快到头了 什么 你说寒钱空降到我们公司是为了我 你疯了 你以为这是偶像剧吗 闺蜜也觉得不可能 虽然我们是行婚夫妻 但也有些缘分吧 我甘笑了两声 呵呵 寒钱 除非他现在立刻马上出现在我面前 上演久别重逢 一把抱住我的戏码 我一边开门 一边低头换鞋 和闺蜜天马行空的瞎聊 然而下一秒 我抬头就撞进了一个高大挺拔的男人怀里 我吓得原地尖叫 不会吧 不会吧 这身滴着水的凌乱头发 露出湿漉漉的八块腹肌的男人 不正是寒钱吗 他就这样失路朦胧 像偶像剧男主一样出现在我面前 见鬼了 怎么了 小鱼 我傻傻地握着手机 看着眼前的人 咽了咽干色的喉咙 有大老鼠 寒钱皱着眉头 顶着刺眼的白赤灯 身上水光淋漓地看着我 闺蜜还在那边一惊一乍 什么 大老鼠 有多大 小鱼 快用黏鼠板粘住它 我无语地看着寒钱越来越阴沉的脸 突然感到脖子一阵冰冷 整个人被它猛然拉出玄关 直接被困在它怀里 就像被惦记了一样 这大半夜的 我还没反应过来 这下是要让我活不成了 闺蜜以为我被吓晕了 一直在电话那头叫着我有没有事 我后背紧贴着它那湿漉漉的胸膛 声音里都带上了哭腔 落落 没事没事 我粘住了老鼠 不不 是大老鼠被我粘住了 我挂断了电话 用力推了它一把 可寒钱根本就推不动 一百八十五的大高个 拎我就像拎个小老鼠一样轻松 我感觉它就是故意欺负我 还在记仇早上的事 韩浅 你说你要搬过来和我住 不行不行 是的 房子是你的 我们是行婚夫妻 你住进来也没什么错 可问题是 如果你不想我妈隔三差五来检查的话 我们就暂时先这样住吧 以后我会找个借口搬出去的 我想到我那有钱又对我特别好的婆婆 那天晚上只能答应了韩浅的要求 让她睡在客厅沙发上 毕竟在我和韩浅的这段婚姻里 我吃香喝辣享受得很 是我占尽了便宜 怎么能不先顾着金主的面子呢 第二天 我顶着一对黑眼圈和韩浅一前一后地走进公司 早早的小鱼就迎面走过来 昨天托我给你带的奶黄包 运营部的大帅哥陈里递过来早餐 我接过他手里的东西 看着他那赏心悦目的脸 睡意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谢谢 我明天给你带我们小区楼下新口味的烧卖 超好吃的 我一边吃着奶黄包 一边和陈里并肩走着 走出一段距离后 总感觉背后有股凉意 我回头看了一眼 陈里却吸引了我的注意 小鱼 听说你昨天又被赵琳琳针对了 要我帮忙吗 提到赵琳琳我就来气 昨晚韩浅还死不承认 说他和赵琳琳只是大学同学 还说他昨晚抱我是因为醉酒没站稳 我也懒得追究他们到底什么关系 现在工作才是最重要的 我还有一大堆任务没完成 有人帮忙总是好的 好 那就麻烦你了 于是早上陈里就坐在我身边 和我一起审核了二百篇文案稿子 他真是太好人了 我都觉得不好意思 时不时给他倒咖啡 又给他盖上空调背 就差给他垂背按摩了 办公室里最喜欢八卦的人又开始起哄 我看你们俩干脆在一起得了 夫妻搭配 干活不累 陈里倒是很自然 不被大家的调侃影响 只专注做手上的事 我看着他 更觉得心情舒畅 枯燥乏味的上班时间 有个帅哥点缀一下 简直是甜蜜加倍啊 好看吗 嗯 看够了吗 好看 等等 我昨晚是真的没睡醒 等我反应过来 身后站着的是韩潜时 已经来不及了 聂小鱼 带着你的资料 立刻来我办公室 领导的情绪阴晴不定 我给了陈里一个安慰的眼神 立马跟上韩潜 韩潜看完了我们的文案 面色沉重地说道 你们一大早就粘在一起 就做了这些 聂小鱼 想谈恋爱就给我回家 公司不是你们公费打情骂俏的地方 我和陈里辛辛苦苦忙了一早上 他这几句话就全盘否定 还乱说我和陈里的清白同事关系 韩总 同事之间互相帮助 互相欣赏 有错吗 您这话是不是太以貌取人了 我承认自己长得是有点好看 陈里的确也是赏心悦目 可长得好看的人之间 就只能是男女那点关系吗 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韩潜那冷漠质疑的脸 我突然觉得委屈极了 昨晚熬夜到那么晚 今天又一早赶进度 这万恶的资本家是真的一点也不体恤我们这些底层员工啊 说你两句你还哭上了 没有 我只是被吓到了 谁吓你了 我长得很吓人吗 韩潜语气阴阳怪气 带着怒气 我一边擦着眼泪 一边狠狠点头 要不是他昨晚吓我 我能一晚上做噩梦 到现在还神经衰弱吗 韩潜就那样抿着嘴唇盯着我看 最后叹了口气走过来 明明自己工作效率不行 还觉得自己有理 你自己看看这二百篇文案 重复的有多少 废话有多少 这样的质量客户会满意吗 聂小鱼 你不要告诉我这些文案内容都是你自己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 我连连摇头 当然不是了 我又不是傻子 二百篇就算写到手段我也写不出 那你怎么弄的 当然是找人代写了 十五元一天 很便宜的 到时候还能报销 这可是以前公司默认的潜规则 我挑了挑眉头 得意地看着它 韩潜却突然笑了 眉眼舒展得像孔雀开瓶一样 我顿时觉得它在吸引我靠近 这些不合格的稿子都重写 我教你怎么做 我努力从韩潜温柔的语调里揣摩出点什么 它坐在我旁边 在电脑上敲了几行代码 然后十分钟后 人工智能软件上三下五除二地合成了几十篇高质量稿件 我看得目瞪口呆 崇拜之情油然而生 妈呀 这样的话 我昨晚熬夜写出的那些文案 完全是廉价劳动力的无用功 这简直就是降维打击呀 韩总 你怎么做到的 我要学 我被震撼得差点没给他行师徒跪拜礼 我激动地突然扑过去 嘴唇不小心贴在了他耳朵上 韩潜的耳朵瞬间变得通红 他咬牙切齿道 聂小鱼 我急忙放开 低下头像只鸵鸟似的 他却慢慢摸着自己的耳朵 嗓音有些沙哑 想学 那就跟我一起出趟差 我慢慢教你 我没想到韩潜会带我一起参加某人工智能峰会 同行的还有赵琳琳和陈李 现在人工智能技术迅速渗透各行各业 如果我们能将 这些技术与文案创作结合起来 并且注重内容的原创性和人性化 那么我们的创作效率不是要翻倍提升吗 韩潜和赵琳琳在前面跟一位科技新贵讨论合作 我全程被赵琳琳挤兑在外面 只能落在后面和陈李小声感叹着人工智能的强大 陈李拍了拍我的脑袋 笑我见识短浅 人工智能有利有弊 现在在原创行业中也是个很有争议的存在 对于一些追求营销效果的内容创作 AI的确能够极大的提升效率 是个神助攻 但对于那些原创小说作者和艺术类设计师来说 他们最怕的就是AI抄袭稿稿 甚至威胁他们的职业生存 说得对 可是AI毕竟还是AI 我总觉得对于创作者来说 机器是无法达到人类情感层面的 所以AI只是个辅助工具 而不是可以替代有血有肉的创作者 我和陈礼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期间韩浅倒是时不时侧目瞄了我几眼 我不理她 她拉我来 分明是把我当成她和赵玲玲的挡箭牌 那我还不如和陈礼聊得自在些 恰好有媒体看中了我和陈礼的颜值 把我们拉过去为活动做宣传拍照 你们是情侣吗? 我刚刚就注意到你们了 真的是很般配 把你们发到社交平台上 肯定能吸引不少网友关注这次活动 我和陈礼相识一笑 对这种误会已经习以为常了 等我们拍完照回来时 韩浅已经和科技新贵达成了合作共识 韩浅侧身看了我一眼 不知为什么 我总觉得她眼里有点杀气 而赵玲玲一副关系户的模样 自信满满地说 您放心 我师兄很厉害 我父亲也非常重视这次合作 会加大投资 跟我们合作绝对稳赚不赔 我撇了撇嘴 她的师兄确实很厉害 但这次活动要不是我和陈礼辛苦配合 她们就不能这么顺利达成协议 活动结束后 科技新贵邀请韩浅一起去吃饭 而赵玲玲却直接把我和陈礼排除在外 我和师兄去就行了 这次活动 她们也不上心 只是来学习 见见世面的 聂小鱼 陈礼 你们先走吧 没关系吧 我当然无所谓 那种硬臭交际的场合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陈礼撇了撇嘴 揽着我的肩膀转身就走 她低头安慰我 别跟赵玲玲一般见识 我知道附近有家烤肉店挺有名 我带你去吃 我忽略了手机里含钱发来的消息 吃完等我 一起回家 我和她哪来的家 她那位师妹都快把我贬到尘埃里了 她跟韩钱说 师兄 你没看到聂小鱼刚刚心不在焉的样子吗 她早就在公司和陈礼眉来眼去了 说不定他们早就好上了 一直借着公费谈恋爱 你带她来参加这种活动干什么 她又帮不上你 可我万万没想到 当我回到家时 韩钱竟然比我还早到 屋里弥漫着淡淡的酒气 一个一百八十五的大男人 就这样窝在小沙发上 皱着眉头 委屈地看着我 看来是喝醉了 我闻了闻自己身上的烤肉味 直接往浴室走 却被韩钱拦住 她说 我累了 我先洗 聂小鱼 今天活动的推广文案需要一篇 你去写完我检查 停什么 我现在都已经下班了 我被她堵在浴室外 觉得她简直就是没事找事 故意刁难我 那你以为我带你参加活动 是为了给你提供恋爱机会的吗 去写 我今晚就要 行 我不写 我回到卧室倒头就睡 浴室你用 我忍了 可是 五分钟后 浴室里突然传来寒钱的声音 聂小鱼 你过来一下 水管坏了 总开关在哪 我立马冲进浴室 上次水管漏水蔓延到楼下 我赔了好多钱 再来一次的话 我的钱包可经不起折腾 总开关在柜子下面 对 左边 寒钱 你是左右不分吗 算了算了 我来 我直接冲进了淋浴间 水花花花地喷在我身上 衣服全湿透了 我费了好大力气 终于把总开关拧紧 浴室里瞬间安静下来 我松了口气 正准备站起来 可突然眼前一黑 浑身乏力 我急忙扶住墙 却有一双手伸过来牢牢抓住我 那触感柔软又滑腻 我没站稳 身体前倾 借力一推 寒钱腰间的浴巾 就这么被我挤掉了 我看到了什么 我的眼睛不干净了 闭嘴 寒钱低皱 重新系好浴巾 将我堵在墙角 我脸红而热 抬头又看到自己近视的衣服 几乎透明 什么都露出来了 我捂住胸口 对着寒钱大吼 流氓 闭眼 不知怎么的 这场突如其来的意外 变成了满是尴尬 场面僵住了 寒钱双手撑在我头两侧 他双眼紧闭 呼吸离我格外近 我能看到他的睫毛上挂着水珠 轻轻一颤 水珠滑到他紧敏的唇角 滚过喉结 然后他缓缓睁开那双漂亮的眼睛 片刻后 我听到他低声说 聂小鱼 今天我是真心想带你一起去峰会的 因为我知道你会感兴趣 知道你会喜欢的 他无视了我的疑惑 眼神忧深 突然笑了 不重要了 然后水珠就这样 从他脸上落到我脸上 我视线模糊 眼睛上感受到一枚轻柔的吻 当我的后背触及冰冷的瓷砖时 我惊呼出声 他身影靠近 我的呼吸被彻底封锁在一片滚烫中 闺蜜知道 韩前亲了我 比我还激动 小鱼 你们是真的夫妻吗 有那么重要吗 重要的是 那个不尽女色的万年冰山亲了我 你们俩多偶像剧呀 为了我 你们就假戏真做吧 我听了 只觉得心烦意乱 趴在办公桌上 发呆的巴拉着手里的三明治 想起早上就来气 七点不到 就被韩前叫醒 还被塞了一块他做的三明治 说我以后不许再赖床 要按时吃早饭 他一大早就把我拎来上班不说 还逼着我精神饱满地 听他讲了半个小时的人工智能就业现状分析 在他的监督下 我连摸鱼偷懒都不敢 更别提打盹了 韩前这个混蛋 想到他昨晚嘴角的那道血痕 我就恨自己 当时为什么没有趁机狠狠咬他一口 小鱼 你一个人在嘀咕什么呢 我正盯着早饭发呆 陈里那张清爽帅气的脸 突然闯入我的视线 他是来取他那份早餐的 我昨天答应要给他带我们楼下的烧满 可我完全忘了 我正要道歉 陈里却直接拿起我手里的三明治 拆开保鲜膜 就大口吃了起来 还说了声 谢谢啊 我张口想阻止 却已经来不及了 我抬头望向韩前办公室的方向 立刻对上那双幽深冷冽的眼睛 仿佛恨不得把我生吞活泼 聂小鱼 上班时间盯着男同事发呆 晚上留下来加班两小时 凭什么 人家长得帅我多看两眼 有错吗 韩前脸更黑了 那你有在意上下级之间的男女距离吗 上班时间 你要注意保持距离 我气得深呼吸 她根本不知道我和陈里的革命友情 当初我刚来这里上班 被人陷害说我和上司搞暧昧 要不是陈里替我出头 陪我应对这些职场潜规则 我早就被那些人整得一无所有了 韩前 你是不是有病啊 就知道针对我 她冷冷一笑 对 我就是有病 你不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 她怎么突然发这么大的火 胸口剧烈起伏 嘴角那道伤痕尤为显眼 她紧紧盯着我 眼神里满是幽暗与不甘 我竟然看出了些委屈 哎 当初和她行婚 不就是因为她有病吗 算了 我不和她一般计较 我会保持距离的 那韩总也别总把我叫到你办公室了 和韩前吵架后 我好几天都没见到陈里了 陈里说是被韩前派去出差了 陈里一走 赵琳琳就安排了一堆棘手的工作给我 每天不是和运营不纠缠 就是被赵琳琳各种刁难 聂小鱼 你要是那么想陈里 不如辞职跟她去啊 陈里不在 我看还有谁罩着你 我的文案被退回来重写了十遍 我再好的脾气也被磨得像炸药桶 我决定反击 赵琳琳不就是看我不顺眼 嫉妒我吗 好 我也不再忍让 我偏要戳她痛处 对 我就是想陈里了 陈里在的时候 办公室里一片和谐 陈里不在 就被你搅得乌烟瘴气 赵琳琳 你心里扭曲怪谁呢 明明是你自己不行 当年陈里拒绝赵琳琳 这话戳中了她心口 陈里说赵琳琳缺少心灵美 无论如何都不会喜欢她 往事被再次揭开 赵琳琳这个高傲的人怎么能忍受自己被否定 她指着我 怒气冲冲 聂小鱼 我至少敢表白 可你呢 你就仗着自己长得好看吊着她 你敢说你不喜欢她吗 你不是在利用她吗 陈里这么好 办公室里哪个人不喜欢她 我理直气壮地说 对 我喜欢她 是欣赏的喜欢 是对朋友的喜欢 是纯粹真诚地喜欢 然而话还没说完 办公室瞬间安静下来 韩潜不知何时出现在我身后 我心里一紧 竟有些心虚 但话已出口 我便理直气壮地抬头 韩潜的脸色却越来越阴沉 越来越难看 在赵琳琳露出得意神色时 我又撂下一句狠话 陈里根本不会喜欢你这种人 可这话一说出口 怎么听都像是在说陈里不喜欢她这样的 那她喜欢的就是我这种 哎 嘴快惹祸 果然又自讨苦吃 韩潜最讨厌办公室里那些不务正业的人 她铁青着脸 直接把我叫进办公室 狠狠把我写的文案 贬得一文不值 拿回去重写 写不好 别想回家 我看着她和赵琳琳并肩而立 俯视着我这个小员工 我就像随时被碾压的蚂蚁 只要他们一句话 我就得乖乖听命 否则饭碗不饱 很好 我咬紧牙根 狠狠瞪了韩潜一眼 这个混蛋老板 竟然站在赵琳琳那边 我决定不再搭理韩潜 把改好的文案交给她时 我全程没看她一眼 她批准通过了 我也不说话 转身就走 她看我这样 最后好像在背后叹了口气 轻声叫我 小鱼 晚上一起回家 我握紧酸痛的手指 心里冷笑 我现在只想一个人静静地待着 我真想立刻回家改密码 以后跟她最好老死不相往来 可洗完澡 裹着浴巾 哼着歌 我正感到放松时 从浴室出来就看到沙发上的韩潜 我顿时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因为浴巾下 我什么都没穿 而她竟然正在换睡裤 脱下的衬衣和袭裤 随手丢在一旁 我看到了她的胸肌和大腿 韩潜 你个暴露狂 我猛地把她推倒在沙发上 她一手护住我的后脑勺 另一只手被我死死咬住 我吓了很近 自己都疼得不行 可是韩潜一声不吭 直到我发现 自己姿势暧昧地倒在她身上时 韩潜一个翻身 将我困在沙发与她之间 她轻轻拨弄我的额发 我看着她那双深邃漂亮的眼睛 心里忽然一阵酥麻地悸动 我挺直腰板 语气中满是对她的怨气 你怎么进来的 书密码 她慵懒地笑 眼神带着一丝宠溺 聂小鱼 你不知道密码可以设置多个吗 是吗 我瞪她 她却抬手轻轻揉我的后脑勺 声音带着红小孩般的温柔 给你顺顺毛 她微微弯起好看的眉眼 韩潜低垂着目光 像被浓墨浸染了一般 她低头看着我 眼神渐渐变得深邃而灰暗 我顺着她的视线低头一看 顿时满脸通红 我的玉巾正摇摇欲坠 我压的一声 慌乱中一拳挥向韩潜的嘴角 然后转身跑回了卧室 这个流氓 韩潜嘴角破了个口子 从那之后对我彻底没了好脸色 公司里人人都在传韩潜和赵琳琳是一对 说韩潜嘴角的伤势赵琳琳亲热时不小心咬破的 大家都以为这是他们打情骂俏留下的痕迹 但谁又知道 昨晚在家 我气得把韩潜骂了个狗血淋头 我还记得我怒吼道 韩潜 我讨厌死你了 你最好永远别再出现在我面前 那时候 她把我从被窝里拉出来 双手撑在我身侧 眼神阴沉 声音沙哑地问我 真的不想见我 那你想见谁 陈李吗 我气得发抖 压抑住心头的复杂情绪 说对呀 反正就是不想见到你 韩潜听后 面无表情地重重关上门 再没和我说一句话 哎 我摇摇头 努力把韩潜从脑海中赶走 今天 韩潜和赵琳琳都不在公司 同事们在八卦说 韩潜是去见家长了 有人看到韩潜和赵琳琳 还有她父母一起吃饭 韩潜还带了不少礼物给赵琳琳的父母 说不定两人好事将近 我刷到赵琳琳发的朋友圈 最浪漫的事就是与年少时的她重逢 此生圆满了 我想起今早韩潜出门时拿走了储物柜里 她一直舍不得喝的那瓶名酒 那酒她向来珍惜得不得了 从来不让我碰 原来是准备给赵琳琳父母的呀 果然 资本家还是得配资本家 门当户对才是正道 前脚和我吵得不可开交 后脚就去见家长了 也对 她这种人本来就不该搞行婚这一套 她就该牢牢抓住机会向上爬 赵琳琳家有钱有势 对她事业发展肯定大有帮助 好在陈李终于出差回来了 我那枯燥乏味又郁闷的工作终于有了人可以诉苦 陈李还给我带了奶油蛋糕 冰袋层层包裹着 跨越九百公里的距离送来 这情意不是革命友谊 还能是什么 这次陈李还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上次我和她一起参加人工智能峰会时 被邀请拍了宣传照 活动方为了表示感谢 还特意准备了一对情侣手机作为礼物 太好了 我那天在浴室弄坏了手机 正打算买一部呢 我完全没在意情侣二字 只当是劳动所得的奖励 我抱着新手机爱不释手 陈李就坐在我身旁 陪我一起吃着奶油蛋糕 晚上九点 我终于忙完了工作 正准备下班时 赵玲玲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 直冲我而来 不由分说就开始对我发火 狐狸精 一个陈李还不够 你还缠着韩钱吗 叶小鱼 我上辈子是欠了你吗 这辈子你什么都要和我争 她让我去见家长 扔下一个烂摊子给我 我忙到现在都没对她发火呢 我冷眼看着她 赵玲玲 别这么幼稚好不好 整天就想着这些情情爱爱的事情 你很闲吗 走开 我不想和你吵 我要下班了 说着 我推开她 拉着陈李就往外走 可赵玲玲发了风势地拦住我 拿起我桌上的新手机 直接朝我砸了过来 那可是我刚刚拿到的手机呀 陈李抱着我躲开了 可手机还是重重摔在地上 四分五裂 赵玲玲 我杀了你 我怒火中烧 冲过去一把抓住她的头发 把她狠狠摔在地上 然后抄起桌上没吃完的奶油蛋糕 就朝她脸上砸去 我的手机 我的蛋糕 全毁了 赵玲玲 你上辈子才是欠了我 我一气之下 出手更重了 死死拽着她的头发不松手 聂小瑜 助手 韩潜突然出现在办公室时 我手里正拿着切蛋糕的小刀 那刀是塑料的 但在灯光下看起来也足够吓人 我被韩潜那一声吏喝吓得松了手 我本没打算伤害赵玲玲 但我刚松开刀 赵玲玲就趁机用指甲狠狠划了我后脖子 陈李一把把我护在身后 而赵玲玲一身狼狈地跑到韩潜身边 满脸委屈地哭诉 韩潜 他们两个合起伙来欺负我 聂小瑜这么晚还和陈李留在公司约会 你难道还看不清吗 他就是利用美色占公价便宜 你别被他骗了 韩潜满脸阴郁 眼神落在我和陈李身上 刚刚情急之下 陈李抱住我的手还没松开 我赌气着就维持着那个姿势和韩潜对视 明明是赵玲玲不对 她却只会让我放手 根本不帮我 她大晚上跑来公司 难道就是来哄赵玲玲的 他们不是刚见过家长吗 我看着韩潜心里一阵难受 慢慢退后 却退到了陈李的怀里 陈李搂紧了我 而韩潜眼神一沉 带着怒气吼道 小瑜 过来 你该回家了 她凭什么干涉我的人身自由 韩潜 你管好你的赵玲玲就行了 我和陈李另有安排 她家和我顺路 我打算坐她的车回去 韩潜脸色骤变 低声怒吼 回家 聂小瑜 你要我再说第三遍吗 她这是什么命令语气 我不甘示弱地反问 我是你谁呀 韩总 你未免太霸道了吧 现在是下班时间 我想和谁在一起 你管得着吗 我故意无视韩潜越来越黑的脸 拉着陈李就要离开 于情于理 陈李帮了我这么多 晚上还陪我处理工作 我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抛下她 我对韩潜说 我们之间本来就没什么关系 别让大家误会了 我们这种底层小职员 经不起你们这些有头有脸的人折腾 以后还是请你们保持距离 我们只想靠自己的努力 赚点辛苦钱 那晚韩潜没有回家 半夜我迷迷糊糊间 总感觉身边有股酒气 好像有人在我耳边滴雨 我显反 转身躲开 忽然嘴唇一阵刺痛 第二天早上醒来时 韩潜早已不见踪影 我摸着嘴角红肿的地方 仿佛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 我在公司更加小心翼翼 不过即便如此 赵琳琳还是在暗地里不停地针对我 韩潜已经整整半个月没有再理我了 赵琳琳也对我掩齐息鼓 不再找麻烦 我翻看手机里和韩潜的聊天记录 最后一条停留在半个月前 那是我和赵琳琳打架之后 她发来的消息 在吗 别生气了好不好 我来接你回家 手机坏了 我再给你买一个新的 好不好 小鱼 别闹了 快回我消息 原来那晚她是来接我的 语气诚恳 像是在安抚一个正在赌气的女朋友 然而现在一切都晚了 我至今没有回复她那条信息 出乎意料的是 韩潜的母亲突然给我打了电话 小鱼 你和韩潜吵架了吗 她怎么都不回家住了 我看她最近情绪很低落 我担心她身体会撑不住 这些年 尽管我和韩潜 只是名义上的夫妻 但婆婆却一直真心对我好 给我提供住处 时不时给我钱花 还总是买各种礼物给我 我明白 她是真的把我当成了儿媳妇来看待 但我和韩潜 本就是一场荒唐的开始 这段婚姻迟早要结束 我只能劝婆婆放心 我会尽快处理好这个局面 周末公司团建 韩潜也在场 我决定趁机和她摊牌 酒过三旬 有人突然提议玩真心话大冒险 不让大家离开 我看到陈里看向我时 那眼神里带着几分暧昧 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 果然 酒瓶子指向了陈里 她选择了大冒险 深情地望着我 认真地问道 小鱼 你有对象吗 如果没有的话 你觉得我怎么样 我不想和你只做朋友 我喜欢你 我想和你在一起 我无法忽视陈里那深情款款的眼神 我一直把陈里当成我职场中最好的朋友 她英俊优秀 善良正直 我非常感谢她 也很欣赏她 但我对她从未有过超越友谊的情感 我努力在心中措辞 不想伤害她 可就在我犹豫的瞬间 我看向角落里的寒浅 她看着我的眼神充满怨恨 我没吭声 她的眼眸渐渐暗淡下去 只是一杯接一杯地灌着酒 赵玲玲坐在她身边 贴心地递给她一碗蜂蜜水 轻声劝着她别喝了 两人的关系看起来很亲密 我转而看向陈里 尽量平静地回答 对象吗 我没有 话音刚落 我听见角落里传来酒杯落地的声音 韩浅猛地从座位上站起来 双眼怒火中烧 直勾勾地盯着我 我的心里竟然好受了许多 但我不能用陈里当挡箭牌 我对陈里说 可是陈里 我一直把你当朋友 我以为你也是这样 我不想给你发好人卡 抱歉 感情的事不能勉强 我没法答应你 说完 我疲惫不堪地回了家 原来拒绝一段表白竟然会这么难过 男女之间真的就不能有纯粹的友谊吗 我是真心把陈里当朋友的 难道这也错了吗 我正反思着 刚打开家门 就被一个身影猛地抱住 韩浅满身酒气 灼热的气息烫得我耳根发热 你喝了多少 记不清了 从他跟你表白那一刻起 我就一直在喝 韩浅把头埋在我肩上 声音低哑而无力 我站在那儿没动 这个时候的韩浅让人难以招架 我推不开他 他就抱得更紧 像个受了委屈的大男孩 男男道 我好怕 怕你答应他 我就没有老婆了 我冷笑 谁是你老婆 韩浅 我有话和你说 我努力忽略他滚烫的拥抱 从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 那是这几年他母亲和他给我的 我平静地说 韩浅 自从上次我们吵架 我就想清楚了 我觉得我们还是离婚吧 行婚本来就是儿戏 也耽误了你 你现在回国了 我也有了自己的工作 我们现在解除关系正合适 以后你想爱谁就爱谁 谁也别束缚谁 我尽量平和地和他谈着 但他突然俯身咬住了我的肩膀 疼得我说不出话 下一秒 他猛地把我压在墙角 后背紧紧贴着冰冷的墙壁 他眼中不满血丝 情绪激进失控 他一边逼近 一边低声警告 聂小鱼 你再说一句离婚试试看 解除关系后 你是不是就能光明正大地答应陈礼了 你别做梦 他不等我回应 便低头狠狠稳住我 一下比一下重 我浑身都疼 呼吸困难 等到我被他抱进柔软的被窝时 已经没有一点力气了 意识模糊 整晚 他一直在耳边喃喃自语 我才是最好的 也是最适合你的 对不对 小鱼 你心里只能有我 别的男人不行 那种密密麻麻的感觉 让我无法忽视 韩潜全程都很在意我的感受 我觉得自己嘴里满是他的酒味 醉了 比他还醉 然后 酒后失控 我不知不觉掉入了他的圈套 一切都乱了 我明明对他有怨 却被他趁虚而入 公司里开始流传我勾引韩潜的谣言 所以我才拒绝了陈里的表白 人事部找我谈话 说若情况属实 会为了公司声誉将我辞退 我和赵琳琳大吵了一架 是你在散布谣言 我聂小鱼就算要走 也不会让你泼脏水 还要忍气吞声 赵琳琳冷笑 以前我只是看不上你 现在是真的讨厌你了 只要我一个电话 你就能被扫地出门 他自信满满 韩潜怎么可能为了你和我作对 他不会因为你毁了自己的名声 我冷笑 我早就有了辞职的打算 对我来说 职场从来不是束缚我的枷锁 如今 我有了自己的能力和选择权 我完全无视赵琳琳的威胁 然而 韩潜知道我要离职后 却和我大吵了一架 叶小鱼 你就这么讨厌我 这么想离开我 如果是因为那晚的事 你打我骂我都行 但不要离开我 好不好 我漠然无语 我对他没有那么多的讨厌 我承认 我对韩潜是有感情的 表面上 他在职场上对我严厉 但实际上 他在我成长的过程中 一直在潜移默化地指引着我 他就像一瓶陈年的红酒 出长石色口 但慢慢品味后 才发现 那滋味甘醇浓烈 令人回味无穷 继续留在这里 并不利于含潜的发展 这家公司对你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晋升平台 好不容易回国站稳了脚跟 你不能因为感情上的事而影响前途 赵琳琳那个人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我们自身没有任何问题 但如果他一直在背后捣鬼 我们也扛不住这种无休止的暗算呢 可韩潜却觉得我太过紧张 说 你什么都不用管 我去找赵琳琳谈谈 我会给你一个交代 但那天 韩潜情绪失控 去找赵琳琳后 就一直没有回来 后来有人告诉我 他出事了 我赶到电梯前 那里已经围满了人 大家议论纷纷 似乎看见了什么惊悚的场面 你看韩潜的样子 简直是疯了吧 怎么突然就犯病了呢 他蜷缩在电梯的角落里 浑身颤抖 口角抽搐 就像一只无助的流浪狗 曾经那个冷酷英俊的韩潜 原来私下里竟有如此狼狈的一面 有人低声嘀咕 这也太吓人了 是癫痫发作吗 韩潜是不是精神病啊 这样的人 怎么能当上领导 我看不惯这些冷漠刻薄的言论 奋力挤开人群 推开被吓傻的赵琳琳 让开 你们全都走开 我大声呵斥到 他没有精神病 他只是幽闭恐惧症发作了 你们能不能别再瞎说了 我努力驱散围观的人群 赵琳琳显然被眼前的场景 吓得魂不附体 陶冶似地跑了出去 我蹲下身 轻轻靠近韩潜 伸手抱住了他 没事了 没事了 这只是你身体正常的应急反应 不要管别人说什么 我柔声安慰着他 回想几天前 他母亲打电话说韩潜的病情有反复 我忽然意识到 他刚刚去找赵琳琳 难道是故意的吗 故意让自己最糟糕的一面暴露在人前 好让别人对他知难而退 韩潜 你真是个疯子 我心中又气又疼 他有必要做到这一步吗 但他突然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 整个脑袋都无力地埋在我怀里 像个孩子般柔软无助 聂小鱼 为什么每次我狼狈成这样的时候 都是你在 他的声音很轻 带着几分哽咽 你看 还是你对我最好 别人都逼我如洪水猛兽 只有你不嫌弃我 平时风狼毕露的韩潜 此刻显得如此脆弱 我心中一阵抽痛 想起三年前第一次见到他时的情景 我轻轻抱紧了他 对不起 韩潜 我再也不会说你有病了 三年前 我和韩潜相识在医院 那时我刚刚失去双亲 而他也正在接受心理治疗 处于最关键的阶段 他的父亲是位警察 而在他13岁那年 他亲眼目睹了父亲被十几个人囚禁在一个狭窄黑暗的房间里 遭到残忍虐杀 那天 我刚把父母送进太平间 看到电梯里发病的他 周围的人都吓得退避三射 说他是精神病患者 会伤人 那段时间 我在医院见过他好几次 他其实并没有传言中那么可怕 他会给心理科的小朋友讲故事 也会亲自带迷路的老人去检查 而唯独对自己 他拒绝治疗 拒绝所有人的帮助 那天 我正被失去双亲的痛苦折磨 看着他一个人痛苦地蜷缩在角落里 我只觉得他在自暴自弃 我狠狠把他从角落里拽出来 对着他大骂 你以为你很可怜吗 全世界都欠了你吗 你这样浑浑噩噩地过日子 一辈子就这样浪费了吗 你这样的人根本不配活着 你知不知道 有多少人拼命地想活着 却活不下去 你凭什么让你的家人替你担心 虚度光阴 我那时说了很多难听的话 后来想想 我其实是在迁怒 但我从没想到 几年后在我听从父母遗愿 疯狂地相亲 想着随便找个人结婚时 竟会再次遇到寒钱 那天 他一身西装 容光焕发 如同耀眼的白马王子 原来他长得那么好看 他微笑着朝我伸出手 说 聂小瑜 如果你真的打算结婚 你觉得我怎么样 他说 他需要一个妻子来帮他挡住母亲安排的各种相亲对象 如果你和我一样 只是想找个人结婚 那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彼此 毕竟 我们的缘分不浅 我就这样和寒钱结婚了 他说得很直白 如果没有感情 那就假结婚 我们做行婚夫妻 各取所需 满足父母的心愿 我以为我们会一直这样下去 直到一年前某天 我们都醉了 我吻了他 他疯狂地回应 那晚我们失控了 可第二天 他醒来后又发病了 躲在角落里 拒绝我的任何靠近 他说 他要出国治疗 归期不定 他不愿意再让我看到他那副狼狈不堪的样子 在这阴暗的电梯间 我抱紧寒钱 往事一幕幕浮现 原来 我和他之间早已不再是单纯的行婚关系 我轻声说 寒钱 我从来没有嫌弃过你 他反手抱住我 低声喃喃 我知道 我当初故意离开 是想把最好的样子留在你面前 可到头来 还是发病了 老婆 你不会抛弃我吧 现在 你身边有更好的追求者 他还在吃醋 我忍不住笑了 摸了摸他的头发 他像个孩子一样粘着我 赖在我怀里 我看着现在这样子的寒钱 觉得他实在可爱极了 我揉乱他的头发 说 寒钱 你也有今天 真像一只可怜的小狗 我还来不及欺负你呢 怎么会舍得抛弃你 寒钱抬头 眼神忧深地看着我 然后像世然一般露出牙齿 像小狗一样 轻轻磨蹭着我的皮肤 他卑微地说 只要你不离开我 我做小狗都行 我脸上被他蹭得满是口水 我笑着假装嫌弃地躲开 别亲了 可寒钱却更加肆无忌惮 我一时气急 咬了他一口 结果我们两个都笑成了一团 我笑着说 你看 三年后的你 就算发病 也不会再逃避和自卑了 你早就痊愈了 根本不需要在意任何人的看法 我和寒钱的真夫妻关系被曝光后 赵琳琳终于彻底死心 主动辞去了公司的工作 他临走前恶狠狠地对我说 聂小狱 如果不是寒钱有病 你以为他会喜欢你吗? 你不过是他的退而求其次罢了 如果他是个正常健康的人 根本不可能和你有任何交集 更不会依赖你 我觉得赵琳琳真是愚蠢地可笑 我冷笑着回应 寒钱发病那天 你在做什么? 你嫌弃他 害怕他 根本无法接受他真实而脆弱的一面 你巴不得立刻和他撇清关系 生怕自己也被牵连 赵琳琳 你不过是披着爱情外衣 虚伪自私的人 你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理解什么是爱情? 你低估了寒钱 也过高评价了你自己 寒钱对我的感情 是你一辈子都求不来的 我的话狠狠戳中了赵琳琳内心最阴暗的地方 他仗红着脸 哑口无言 最后 他只能恶狠狠地诅咒我 那我祝你们将来的孩子精神健康 平平安安 你说什么? 我气得发抖 一把揪住赵琳琳 一巴掌狠狠甩了过去 还有谁能比他更恶毒 竟然拿孩子来诅咒 我怒不可遏 冲上去就想捂住他的嘴 让他再也说不出这种话 但还没等我动手 寒钱突然出现了 他一把抓住赵琳琳的胳膊 把他狠狠推到墙上 赵琳琳尖叫起来 我看得都有些心惊 寒钱 你居然动手打女人 赵琳琳立刻红了眼眶 泪水直流 他喜欢了这么久的男人 此刻竟然对他如此冷酷无情 换作任何一个女人都会无法接受吧 寒钱却只是面无表情地拍了拍手 像是对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漠不关心般淡然开口 我只是为我未来的孩子报仇而已 赵琳琳 你欺负我老婆那么久 还敢诅咒我的孩子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那天 赵琳琳狼狈地跑出了公司 看到这一幕 我心情激动到无法抑制 当着公司的众人 直接扑进了寒钱的怀里 心中畅快无比 寒钱 你刚刚真是帅诈了 不过 你就不怕他以后对我们打击报复吗 你现在好不容易刚有了晋升的机会 不会因此前功尽弃吧 寒钱淡然一笑 揽着我大步走出公司 不怕 老婆 给别人打工 永远都没有主动权 我早有准备 之后 我和寒钱双双离职 直到这时我才知道 他早就计划好离开这家公司 他进这家公司 不过是为了当跳板而已 现在我们重新开启了新生活 他创办了自己的公司 我则成了他的老板娘 他满脸温柔地对我说 以后公司都有你做主 再也不会有人欺负你 我所有的钱都归你花 我们一起经营好这家公司 我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我感到自己捡到了世上最珍贵的宝物 有这样一个丈夫 福富和求 半年后 我和寒钱举办了一场温馨而简朴的婚礼 婚礼上 只有我们的家人和挚友 那天早上八点 我在寒钱的怀中醒来 彼此年年乎乎地闹腾了一会儿 然后打扮好 一起去迎接来宾 婚礼上 我第一次看到寒钱失控的痛苦 他紧紧牵着我的手 把埋藏在心底许久的话 向我们最亲近的人倾诉 他说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 我一直活在失去父亲的阴影里 每当回想起与父亲的记忆 我都会害怕 我恐惧自己发病时的不堪模样 我觉得人生毫无意义 活着一点价值都没有 但有一天 在我最绝望 最想放弃生命的时候 你出现在了我的世界里 你的眼神中 从来没有那些人的嫌弃与同情 你用你的坚强和乐观 将我内心深处的软弱和自卑彻底击溃 从那天起 我才感到自己是个正常而健康的人 站在黑暗中的我 终于看到了光明和温暖 我觉得老天对我不薄 终于对我露出了微笑 小鱼 我从没告诉你 我其实是个贪心的人 自从那天起 你就悄悄住进了我的心底 我开始暗中查你的资料 甚至偷偷追踪你居住的地方 我疯狂地想抓住你 把你牢牢锁在我身边 多么庆幸 后来你答应了我的求婚 也多么庆幸 你在婚姻中一直陪伴着我 从未审视 从未质疑我 我早就爱上了你 但我却因为自卑而不敢承认 我知道自己配不上你 你对我好只是因为你天生善良 那天 我选择离开 远赴他国 我真的很舍不得你 但我别无选择 我必须彻底治好自己 摆脱心魔 我需要以最好的姿态 重新站在你面前 让你看到一个完整的我 如果说这么多年 我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那就是这一年的分离 因为在我变好的同时 我也在逐渐失去你 差一点 我就让其他男人把你从我身边夺走了 所以我回来了 不顾一切地赶回你身边 我处心积虑 计划已久 只为将你留在我身边 因为我是个贪恋幸福的人 小鱼 你不要觉得我阴暗 不要觉得我不堪 我只是太爱你了 以后 我会一天比一天更爱你 你永远是我的唯一 接下来是另外一个故事 老公最近总是半夜去地窖 而且每次都偷偷摸摸地瞒着我 不知道为什么 最近这段时间 他变得非常奇怪 每次他都会在地窖里待上好几个小时 等他出来的时候 整个人总是精神恍惚 我实在忍不住好奇 于是今晚决定假装睡着 悄悄跟着他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 果然 和我猜测的一样 半夜老公又偷偷爬起来 去了地窖 我看了看手机 现在是凌晨一点半 我起身 悄悄跟在他后面 可是 当我来到地窖门口 轻轻推开门 看见眼前的一幕时 瞬间被吓傻了 时间回到 我开始跟踪老公的那个时候 为了不弄出声响 我特意在睡前穿上了袜子 这样赤脚走路 就不会发出声音 我看着老公进了家里的地窖 心中的好奇愈发浓烈 这段时间 他为什么总是在深夜跑去地窖 我隐约记得 十天前 我就察觉到他有些反常 每次半夜迷迷糊糊醒来时 总能感受到床铺一清 我以为他只是去上厕所 也没太在意 就又沉沉睡去 可今天 我决定查个究竟 看看他到底在搞什么鬼 可之后的几天 我明显感觉到 老公每天半夜都会趁我睡着之后出去一会儿 而他出去之后竟是静止去了地窖 时间越来越长 我越来越疑心 直到昨晚 我在睡梦中又感受到了他的离开 我心里一下没了注意 想要跟上去 却又怕被发现 挣扎中人已经走出去很久了 于是我便闭着眼 等到老公回来 洋装伸了个懒腰 问他问干嘛去了 老公支支吾吾的 也说不出什么 就说去上厕所了 我问老公怎么这么久 他又说他有些肚子疼 就多上了一会儿 凭借和他在一起这么多年的经验 我知道他一定是在撒谎 但我没有揭穿他 所以今天我刻意喝了咖啡 假装睡着了 实则清醒地等他半夜离开 然后我便跟踪他 一路来到地窖 我们家的地窖挺大的 平时都是装一些不要的东西 或者一些不常用的物品 类似于库房 可是就在前段时间 却被老公列为了我的禁地 说里面空气不好 现在想想 他一定是在里面藏了什么东西 不然他总半夜去地窖的奇怪举动 又拿什么理由解释 地窖里面的灯光很昏暗 我走起来很不方便 但还是紧紧地跟着老公 看他拿着钥匙进了地窖里 一间被锁住的屋子 我趴在门口 听着里面发出的声音 砰砰砰 老公好像在里面敲打着什么东西 声音不大 但是在这样的深夜 听起来却格外地恐怖 我感觉到自己的脑海越来越乱 手脚都不听自己的使唤 满心都是 赶紧推开地窖的这扇门 探个究竟 砰! 我的身体提前与我的意识推开了眼前的门 可是打开门的刹那 眼前的一幕却令我当场吓傻 我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居然会看见这一幕 只见这扇门后面一片漆黑 而老公就站在黑暗之中 手里的手机正播放着 正对着门口 一张很大的脸透过黑暗直直地展现在我眼前 我看到一个模糊的影子在冲着我诡异地笑 我吓坏了 阿的一声就叫了出来 然后抱着头蹲到了地上 黑暗中的老公看着这个时候出现在这的我 有些惊讶 但看着我忽然叫出声 一副吓坏了的模样 赶紧冲过来把我抱在怀里 抚摸着我的后背 让我不要害怕 我缓了一会儿 身体有些无力 看着眼前的老公 气就不打一处来 说:"你这是背着我做什么?" 老公的身体僵了一下 支支吾吾地说不出什么 只是扶着我起身 既然你都发现了 那就进来吧 老公把我扶到了那间小屋里 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的眼睛逐渐能适应黑暗 这才看清了这间屋子里的东西 那张冲着我微笑的大脸是一张海报 而那海报上的人正是我自己 那是一张我从没见过的照片 拍得很好看 动作很自然 像是被人抓拍的 而这屋子里挂了很多的胶片 这些胶片里也都是我的照片 我突然想起来了 老公原来有一个特别喜欢的爱好 就是摄影 但这个爱好很费钱 通常一个照相机的镜头就要好几万 而他坚持好的相机才能拍出好看的照片 照片拍好之后 老公还会亲自洗照片 这个过程很耗费时间 我们两个因为这件事而争吵过许多次了 现在我正在备孕 家里正是需要攒钱的时候 父母也都觉得老公有些玩物丧志 便都站在了我这边 不让老公继续玩下去了 老公自耐之后虽然消沉了一阵子 但也收了心 所以我也很久没有再看到老公弄这些了 但没想到他在地窖里却自己开辟了一个地方 我仔细看了看 洗出来的照片居然都是我 让我觉得有些好奇 老公说这是给我的生日礼物 马上就要到我的生日了 而且我的生日也是我们结婚三周年的纪念日 老公说他这一次不是贪玩 而是觉得自己相机里有很多抓拍的照片 有一些是他精挑细选的 想要做成一本相册给我 这是我们在一起之后的点点滴滴的日常 我一瞬间感觉到特别的感动 原来老公这样不懂浪漫的人也会牺牲睡觉的时间 就为了给我一个惊喜啊 老公再三和我保证以后不会再玩这些了 他关上了门 把我抱回了卧空 我趴在他的怀里想了很多 这么多年 都是老公在让着我 还为我放弃了这么多年的爱好 我一瞬间想通了 我告诉老公 以后想拍就拍吧 我支持他的爱好 老公抱着我开心地笑了 其实夫妻之间是需要相互理解和包容的 好了 第一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观看支持 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 温柔陷阱 我无意中看到了老公张智的淘宝记录 她竟然背着我偷偷买了一套火辣无比的红色女士睡衣 开始我震惊又气愤 还以为她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 但转念突然又想到过几天就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我立马心领神会 我不动声色地关闭了她的淘宝页面 这样的惊喜应该要留给当事人亲自揭秘才有意义 那天工作一结束 我瞒着张智特意连夜飞回江城 第二天就是我和张智结婚五周年纪念日 虽然我真的很累 但想到那件神秘的礼物 我还是不忍心让张智失望 到家已经后半夜 密码锁怎么也无法打开 难道坏了 无奈 我只能掏出手机给张智电话 喂!老婆!这么晚了什么事啊? 电话里张智的声音迷迷糊糊 看样子是睡着了 我小声说 我被关在门外了 你快来开门啊!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张智的声音透露出一股诧异 我抿着嘴偷乐 就是想给他一个惊喜呢 我在门外等了足足有七八分钟 张智才来开门 我有些纳闷 便问了一句 怎么这么晚才来开门 张智神色透着不易察觉的慌张 他语无伦次地解释 我睡衣掉床底下了 找了一会 我白他一眼 大半夜找什么睡衣啊? 张智支支吾吾说 那不是原辈还在咱们家吗? 万一出来 碰上多尴尬? 我戳戳他额头嘲笑 真是呆 这都下半夜两点多了 贝贝肯定在睡觉吗? 张智没说话 接过我的行李箱说太晚了 赶紧休息吧 竟然没有第一时间把礼物给我 好的 那我等早上起来吧 迷糊了几个小时 很快就天亮了 我起身坐在床上 等着张智送我那件神秘的礼物 然而 张智忙忙碌碌一早上 一会煎蛋 一会烤面包 一会倒牛奶 一会给我挤牙膏 就是没有拿出那套内衣 我实在憋不住了 拉着他回卧室 悄声问他 我的礼物呢? 张智一脸猛逼看着我反问 什么礼物? 我心一沉 看着他说 今天是结婚纪念日 难道你没有准备礼物吗? 张智满脸恍然 连连锤打着自己的脑袋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看我这记性 礼物晚上给你我心满意足出了门 这个傻老公 竟把买好的礼物都忘了 我一到公司就告诉助理 今天不要安排太多工作 我下午要早走 好容易熬到六点多 我迫不及待回了家 张智烧得一手好菜 餐桌上满满当当摆的都是我爱吃的 我端坐在桌前 一脸幸福和期待地看着他 张智笑着从身后拿出一个首饰盒 递给我老婆给你的礼物 看着那个小小的盒子 我的心一直往下坠 我目着脸接过那盒子 张智连声催促我打开 我打开一看 是条项链 款式简约大方 确实是我会选择的样子 张智看着我的脸色 有些坠坠不安地问 怎么 不喜欢吗 我勉强一笑 没有接话 但满腹心思的 我却没了吃饭的心情 张智那套 内衣是买给谁的 什么人和他已经亲密到了可以送内衣的程度 难不成他出轨了吗 我越想心越沉 我原本是不婚主义者 后来是碰到张智才改变想法 如果他真的出轨 对我将是非常大的打击 五岁那年 我父亲去世后 母亲改嫁 我一直被养在叔叔家 和堂妹原辈一起长大 叔叔是个小包工头 在本地算有点钱 但他一直在外面蔫花惹草 各种女人不断 婶婶只生了辈辈一个女儿 重男轻女的 叔叔对此很不满意 偏偏婶婶又不上班 自觉底气不足 所以对叔叔的出轨 他只能睁一只闭一只眼 无奈忍着 只是每次叔叔不在的时候 婶婶就会对着我大吼大叫 逼着我做各种家务 要是我做得稍不如他意 他立马就动手打我 我身上时常伤痕累累 婶婶每次打完我都要加依据 你也别怪我打你 谁让你亲叔不争气 有钱就变坏 惹我生气我也没别的法子 只能打你出气 也许是婶婶反复地念叨 在我心里生了根 我一直对男人有钱就变坏 这话深信不疑 我拼了命地学习 终于考上一所名牌大学 大学毕业后 毫不犹豫留在了江城 我工作非常努力 996都是小意思 忙起来时 我以公司为家 彻夜通宵也是做过的 就这样 我一步步成为公司最年轻的人力资源总监 年薪也妥妥过了百万 因为亲眼目睹叔叔婶婶一地鸡毛的婚姻 所以结婚原本是我不想触碰的境地 但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 我认识了张智 他其貌不扬 个头也不高 在一家实验室做检测员 工资不高 但他看着特别老实憨厚 给我非常安稳的感觉 接触了一年多以后 我确认张智就是我想要找的人 我们结婚了 虽然所有人都觉得我们不相配 但我不在乎别人的目光 张智没什么事业心 又不善于交际 在公司一直做得不开心 看他每天回来郁闷的样子 我索性让他辞了职 先回家来休息一段时间 再重新找工作 可那以后他再没上过班 我们就这么开启了女主外男主内的生活 并且我对老实巴交的张智一直非常放心 从没想过他会出轨 一顿饭吃得胃同嚼辣 那套性感的内衣放佛一把利刃 狠狠刺进我的心里 张智因为性格内向 平时来往的朋友和同学很少 女性朋友更是只有一个 那女生名叫刘丽 是她的高中同学 两个人高中三年 一直是同桌 大学同在江城 所以毕业后也保持联系 我曾调侃地问张智有没有过暗恋人家 张智当时面红耳赤地否认了 但我感觉她没有说实话 刘丽毕业后也留在了江城 后来离了婚 难道两个人背着我偷偷在一起了 我决定搞清楚 为了不打草惊蛇 我想到最近一直借住在我家的堂妹元贝 准备先找她打探一下情况 02我和元贝从小一起长大 一个多月前 刚毕业的元贝不想回老家工作 执意要来江城 叔叔不放心她 就让她来找了我 虽然过往有些不堪回首 但叔叔婶婶对我有养育之恩 于情于理我都要照顾元贝 所以我和张智商量 让元贝住在了我家里 等她找到工作就搬出去租房住 但元贝学历不高 在江城真的不好找工作 在叔叔婶婶轮番电话轰炸之下 我想尽办法把她安置进了我们公司 做了一名小文员 文员的工作繁琐 没什么技术含量 工资也低 元贝对此很不满意 去了几天就找我嘟囔 让我帮她换个岗位 我苦口婆心劝她 让她不要着急 先积累工作经验再说 还建议她有机会去读个专生本 提升一下学历 甚至考虑到她刚开始工作工资比较低 我还特意说明我来帮她承担学费 没想到她丝毫不领情 反而翻着白眼说 公司人事都是你说了算的 我干什么还不是你一句话的事吗 对她的这个想法 我表示很无奈 但我没想到 元贝纸上了几天班 就自作主张辞了纸 并且她得意洋洋地告诉我 我想好了 以后找个有钱的老公养着我就行 不用工作 我对于她的雄心壮志 不敢苟同 不过人个有志 我也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隐隐担忧她 这样下去会吃苦头 不过 当下我想到自己也有可能被老公背叛 不有苦笑 想到元贝大多数时间都在家 应该会知道点张智的情况 所以我特意选了一天单独带着元贝出去吃饭 吃饭时 我才装作不经意地问她 贝贝 我出差的时候 你姐夫在家干嘛呀 元贝抬头看了我一眼说 我哪知道 我又不注意她 见状 我只好更加直接地问了一句 那个晚上她都在家吗 有没有接到电话外出的情况 元贝转转眼珠 姐 你到底要和我说什么 我掩饰得轻轻喉咙 有些不好意思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你姐夫有什么异常 我怀疑她出轨了 元贝圆溜溜的大眼睛顿时睁得更大 怎么可能 姐夫那么老实的人 我叹口气 是啊 我也不愿相信她出轨了 但问题是我发现了一些情况 元贝好奇问我发现了什么情况 我不好意思说张智买了情去内衣送别人的事情 毕竟元贝还是个才毕业的小姑娘 只能含含糊糊告诉她 结婚纪念日那天 张智忘记给我准备礼物 但却记得给别的女人买了礼物 元贝咬着牛排 一脸满不在乎 嗨 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呢 那东西也许她是帮别人代买的呢 我摇摇头 那不可能 她没有什么女性朋友 没人会找她代买东西的 她唯一保持联系的就只有一个女同学 叫刘丽 我怀疑你姐夫的出轨对象就是她 元贝瞬间来了兴趣 她一脸八卦地问 姐 那刘丽长什么样子 有你漂亮不 我无奈看着她说 刘丽就是个普通人 元贝眼珠咕噜噜转了几圈 然后凑上钱 小声给我出主意 姐 要么你骗姐夫说要出差 然后偷偷跟着她 看看她会不会去找那个女人做点什么 我眼前一亮 连声夸元贝聪明 一顿饭吃完 我看见元贝背着最新款的香奈儿包包 还是有些担忧 其实我早就发现了 在元贝辞职后 日子过得反而越发滋润 各种奢侈品 大牌的衣服 包包 化妆品 隔三差五就出现在她的身上 我担心她走向歧途 也曾关心地询问过这些东西的来源 元贝很得意地告诉我 她交了一个有钱的男朋友 但是至今我们也没有见到那个男朋友的影子 我给婶婶打电话 委婉提醒她元贝的现状 但婶婶却表示 元贝能交到有钱男朋友 还能让对方帮她花钱 那是她的本事 既然她家里人都支持 那我也只能保持沉默 过了两天 我告诉张智又要出差 张智立马上前还住我 说辛苦了 第二天一早 我拖着行李箱出门后 静止去小区对面的酒店 开了一间房 我特意选了窗户正对着小区门口的房间 时刻关注着张智的动向 同时静静等待元贝的微信 一个小时候 元贝给我发消息 姐夫出门了 我换了一套衣服 戴着帽子和墨镜 打了一辆车 跟在张智的车后面 张智开着车 七拐八弯 竟然去了开发区 据我所知 刘丽就在开发区上班 竟然真的是来找她的吗 一想到我千挑万选的所谓老实八交的老公 竟然还是出轨了 我感觉自己的信仰都破碎了 心里难过得一塌糊涂 远远的 我看到张智下了车 刘丽向着她走过来 随后两个人一起上了车 这对狗男女 大白天就敢公然出来私混 简直无耻到极点 我让司机跟紧张智的车 张智带着刘丽开着车 竟然直接到了一家酒店 我眼泪都要出来了 张智他竟然这样对我 眼看张智和刘丽并肩进了酒店 我再也按捺不住 下车跟着冲了进去 然而进入到大堂的我傻眼了 不过眨眼的功夫 张智和刘丽竟然就不见了 难道他们长期在这里包房 不然开个房间绝对没这么快啊 我气冲冲跑到前台去问 刚才进来那对男女在哪个房间 这是一家五星级酒店 前台对着我亲切微笑 但语气坚决 不好意思小姐 我们不能对外透露客人的信息 我急得要命 掏出自己的身份证和结婚证 说这是我的证件 刚才那个男的是我老公 女的是个小三 我必须得找到他们 结果前台一看这个架势 更加不肯告诉我了 连连推说 没有见过张智 正在我和前台扯皮的时候 忽然听到一声惊呼 老婆 你怎么在这里 我回头一看 张智和刘丽正站在我不远处 我气昏了头 不管三七二十一 冲上去对着张智 就是一巴掌 张智 你个混蛋 你对得起我吗 竟然出轨 张智被我打猛了 他捂着脸委屈巴巴地说 老婆 你说什么呀 我怒火冲天 指着刘丽说 你都和他来开房了 难道还要狡辩吗 刘丽一连倒退好几步 嘴里说 张智 你老婆是不是误会了什么呀 张智看看我 看看刘丽 再看看大堂里旁人好奇的目光 他低声哀求 我 老婆 这里人多 咱们外面找个僻静的说话行吗 我甩头就出了门 站在停车场 我冷冷 对着那两人说说吧 解释一下 为什么孤男寡女跑来酒店开房 呵呵 别告诉我你们是凑在一起看书聊天的 张智慢吞吞掏出一张纸递给我 刘丽要再婚了 他婚宴选了这里 但今天他老公有事不能来 所以让我陪他来选菜品 这是我们刚刚付的订金收据 你看看 我将信江仪拿过那张单子 竟然真的是一张婚宴订金的收据 收据上还有大红的印章 鲜红刺目 赫然是这个酒店的公章 我当时窘得恨不能找个地方钻进去 你要再婚了 恭喜你呀 我嫩嫩说 刘丽瞥我一眼 淡淡说道 我在江城没什么之心的朋友 所以今天麻烦了张智 但没想到会让你们夫妻造成误会 非常抱歉 以后我会注意和张智保持距离 说完他拿过那张收据静止走了 留下尴尬的我和张智 刘丽可以说是张智唯一的女性朋友 却被我搞成了现在的局面 张智半晌没说话 我戚戚爱爱地和她道歉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张智摇摇头 低声说 算了 回家吧 抓奸事件之后 家里气氛明显压抑了很多 张智连续几天话都不怎么和我说 我既愧疚又委屈 满肚子的话都说不出来 至于那套情趣内衣的事 我再也没有合适的机会问出口 恐怕只能烂在我肚子里了 我不想因为这件事伤害了我们夫妻的感情 那天 我特意提前回家 准备陪张智去逛逛街 然后吃个浪漫晚餐 修复一下感情 结果我一进门就看到原被正饲养八叉躺在沙发上 他穿一件薄如蝉翼的真丝睡衣 又透又贴身 和没穿基本也没差 我一眼就认出他睡衣里面穿的就是那套 我曾在张智淘宝里看到的大红色琴去内衣 听到开门声 原被下意识起身扭头去看 看到我时 他似乎吓了一跳 大叫一声 姐 你咋这么早就回来了 他话音刚落 我就看到张智从厨房里端着一盘水果 慌慌张张跑了出来 他看到我时神色有些紧张 脸上硬挤出一丝抢笑 干巴巴问我 老婆 你早回来了 是有什么事吗? 虽然眼前这一幕实在有些诡异 但我还是努力压抑住了自己的情绪 毕竟上次的乌龙事件还历历在目 我忍住心底的冲动和疑问 故作平静说了句 我有点不舒服 就提早回来了 看着原被四下全开的睡衣 睡衣里的内容几乎可以说是一览无余 再看一眼站在旁边的张智 我顿时觉得非常碍眼 我忍不住历生呵斥了原被一句 这么大的姑娘了 也该注意避嫌 回房间换套衣服去 原被翻了个白眼 不情不愿回了屋 张智小心翼翼地问我 老婆 你哪里不舒服啊 要不我陪你去医院看一下 我摇摇头说头有点晕 躺会就好了 说完就回了房间 躺在床上 我心里不停想着 为什么原被会穿着张智买的情趣内衣 难道是巧合 可那种款式的内衣 根本就是为了增进夫妻情趣的 普通人哪里会日常穿 可如果不是巧合 难道张智的出轨对象是原被 也不太可能 因为原被人高腿长 唇红齿白 长得很是漂亮 他一直心比天高 目标一直都是那些有钱的公子哥 哪里可能看得上连工作都没有的张智 要么就是原被拜托张智帮他代买的 一时间我心里七上八下 各种猜测让我觉得心烦意乱 最后我决定偷偷在家里装个隐蔽式摄像头 一连几天我都在暗中观察张智和原被 却发现他们两个人互动并不多 原被对着张智说话时 态度非常自然 至于张智 他表现得更加谨慎 从不主动和原被说话 我告诉自己 也许确实是我多心了 然而 很快我就被现实打了脸 公司在北城召开年度会议 我要去三天 出发前 我特意嘱咐张智照顾好原被 张智却神色为难地表示 只能做到吃饭喊着他 其他照顾不了 他说自己现在对和女王有了恐惧心理 看着唯唯诺诺的张智 我顿时心生内疚 他却反手给我一个拥抱 说 老婆 没关系 我有你就够了 我很感动 决定再不去想那个所谓内衣的事情 好好和张智继续生活 到达北城的当天 开完会已经晚上十点多了 我一看手机 两个张智的未接来电 我赶紧回过去 他却没接 虽然时间确实有些晚了 但张智是个夜猫子 不到十二点从不睡的 而且平时机不离手的他怎么会听不到电话响呢 我想到那个摄像头打开了海浦 想看一下张智到底在干嘛 然后镜头里出现了令我相当崩溃的一幕 客厅宽大的沙发上 两具白花花的身体正赤裸裸纠缠在一起 我盯着那个高清摄像头 把那两张脸看得清清楚楚 正是张智和原背 我感觉自己无法站立 整个人一软 瘫倒在了沙发上 以前无法理解的一切 在这一刻都有了合理的解释 我半夜回家打不开的门 出现在原背身上的情趣内衣 原背突然多出来的那些奢侈品 客厅里的两个人纠缠了很久才分开 是背后的张智拿起手机看了一眼 对着原背做了一个虚的动作 然后我就看到我的手机屏幕亮了起来 来电显示是老公 我深呼吸几口气 接起电话 喂 老婆 我刚在洗澡 没听到电话 你忙完了吗 我轻轻嗡了一声 我不敢多说话 唯恐自己一开口就哭出声音来 张智还在嘘寒问暖 老婆 你晚饭吃了吗 你可千万要注意身体啊 我只能连连嗡着 张智最后说 你是不是在忙着做资料啊 那我不打扰你了 我立马挂断了电话 我盯着摄像头 看到原背整个人软软靠在张智怀里 张智一挂电话 原背立刻把脸凑到他跟前 我姐说啥了 张智爱抚了他的脸一下 什么也没说 原背眨眨眼说 姐夫 你到底看上我姐什么呀 他一点女人味也没有 成天凶巴巴的 脾气特别臭 对着你总是呼来喝去的 我都为你不值 张智竟然说我看重他会赚钱 要不是他赚那么多钱 我上哪去给你买C加包包 买B加衣服 你说是不是 原背捂着嘴 搅柔造作地笑了 姐夫 我想要买个尘包包 你舍得吗 当然舍得 只要宝贝想要的 姐夫啥都给买 我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 张智不上班 为了不让他有身手 要钱的尴尬和难堪 结婚后 我主动提出把工资卡交给他 让他打理家里的财政 而且出于对他的信任 我从不过问钱的用处 至于我自己 我平时上班穿工服比较多 只有几只奢侈品包包 也是因为工作需要配的 除了护肤品 我几乎没有任何大额开销 我万万没想到 我辛辛苦苦赚的钱 张智就是这么打理的 我更没想到 插足破坏我婚姻的 竟然是我的至亲堂妹 我嘴里一阵发苦 想去倒杯水喝 结果手都是抖的 杯子都拿不住 整杯水都被我倒在了地上 考虑到左右房间住的都是我的领导和同事 我跑去卫生间悬开花洒 开关浴室里 花洒之下 我蜷缩着身子蹲在那里 死死捂住嘴 无声地大哭 我不要长相帅气 不要有钱有势 不要才华横溢 我只求一个安稳踏实 老天也不愿意给我吗 第二天 我强打着精神开玩会 脑子开始盘算 如何惩罚这对狗男女 最重要的 肯定是要保证经济上不能损失 但结婚这么多年 我从不过问家里的财务状况 现在贸然要回工资卡 肯定会引起张智的怀疑 我得想个正当理由才行 晚上 我把自己精心制作的一份文件 发给了张智 然后给他打电话 我们公司昨天开了内部会议 说准备在香港上市 我这个级别允许购买原始股份 老公你看一下我们要买吗 张智惊喜的声音顺着电话线传过来 你们公司早该上市了 公司进 股市滚一圈 大家都发财 这种好事咱们当然得买 我故意问他 那咱买多少啊 张智迟疑了 他顿了下说 我等下把咱家账户查查 看还有多少钱 我答应着挂了电话 然后打开摄像头 原被果然在他旁边 原被一脸怀疑 这是不是我姐忽悠你的吧 张智摇摇头 不太可能 你看这公司文件计划写得很详细 原被还是持怀疑态度 我姐那个人心眼可多了 前一阵他还怀疑你出轨呢 这怎么突然就要投资了 也太巧了吧 张智听了他的话也迟疑起来 不能吧 原被摆他一眼 就凭你的脑子 要不是我给你出谋划册 咱俩这是早就被我姐发现了 张智抱着他连亲好几口 你是我的智多星女诸葛 看你上次把他骗的 跟着我转了大半个疆程 哈哈 结果他不但没抓到我出轨 反而还要和我赔礼道歉 原被神色得意 我姐不是看不起我吗 觉得我学历低 能力差 只配在他公司里打杂 结果 哼哼 还不是被我耍得团团转 张智在一旁连连附和 但他很快又说 可是如果公司上市的事情是真的 那我们可就错失了一个发财的大好机会啊 原被还要说什么 我立马再次拨打了张智电话 打断了原被的猜测 喂 老公 我想和你商量个事 什么事你也知道 我和我妈联系得虽然不多 但我一直记挂着她 日子过得困难 我想让她也跟着我买点原始谷 以后她生活也稍微轻松点 就是要占用我们的份额 所以来和你商量下 张智在那头没了足足有一分钟才说 你妈没什么钱吧 我飞快接话 她虽然钱不多 但有套老房子 我们公司的效益我心里非常清楚 买原始谷肯定是稳赚不赔的 所以我想帮她办理房屋抵押 套点钱出来入股 张智迟疑了 那她要占用我们多少份额 我把声音压低 营造成小心翼翼的语气 我就是想和你商量 你看给她多少份额合适 张智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房屋抵押还是有风险的 我觉得还是不要做这种事 老太太有多少钱都拿来救世了 我们也不要给老人限额 她有多少 我们给多少好了 握着手机 我忍不住冷笑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张智如此自私 表面装作一副为别人着想的样子 可她明明知道 如果不抵押房子 我妈连五万块都拿不出来 但我还是顺从地回她好 视频那头 我看到张智兴致勃勃地对着袁贝说 这是肯定是真的 她要让她妈一起入股 她是绝对不会骗她们的钱的 袁贝嘴巴一撇 哼 她小时候明明我妈一手带大的 我妈对她那么好 有这种好事也不见她 想着我妈真是狼心狗肺 张智赶紧哄她 别生气了 现在她赚的钱都是你的 连她找的男人都是你的呢 这话把我恶心地当场吐了出来 我看到张智和袁贝两个人拿着几张银行卡 用手机大查来查去 最后凑出来一个整数 张智很快给我电话 告诉我 我们可以投五百万 我说好 然后让她把钱全部转到我工资卡上 我上报财物 在我工作结束那天 张智把钱赚了过来 我利用手机 把全部钱都转到了另外一张新开的卡上 到家时 原辈不在家 张智依然是一副好老公的模样 给我端茶倒水 我坐在沙发上 盯着张智 目不转睛地看着 张智被我看得有些不自在 她善笑着问我 老婆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这样看我 我眉头促起 问她 张智 你说实话 有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情 张智脸色明显一致 但很快就一脸气愤 先生夺人 没有 我和刘丽如今都不联系了 你还要怎么样 我没有理会她 而是接着问 你淘宝买的情趣内衣送给了谁 张智气愤的神色一下没绷住 她眼神透着惊恐 脱口而出 你怎么知道的 我冷笑一声看着她 我看到了 所以是你自己坦白 还是我来帮你说 张智额头开始低汗 她一紧张就容易出汗 姐夫今天吃什么好吃的 就在这时 袁背手里提着大包小包 却跃着打开大门走进来 看到我后还笑嘻嘻和我打招呼 姐 你回来了 我冷冷看着她没说话 袁背吐吐舌头 故作可爱 你俩又吵架了呀 我看到张智拼命对着她使眼色 但袁背并没看懂 我慢条丝里对着袁背开了口 袁背 你告诉我一下 张智买的女士情趣内衣 为什么会穿在你身上 袁背神色微压 然而很快又恢复如常 我淘宝账户里没钱了 让姐夫帮我代买的 姐你别生气嘛 我知道女孩子这种东西 不该找男人代买的 下不为例好不好 袁背说着 上前摇晃着我的胳膊 开始撒娇 我嫌恶地甩开她的手 把提前考出来的视频 当场播放给他们看 我看到对面站着的两个人 神情从诧异到目瞪口呆 怎么样 还要狡辩吗 我扫尸了他们一眼 张智张着嘴巴说不一句话 袁背的脸色变得非常难看 我故意叹口气 装作心痛又无奈的样子 虽然我非常伤心和难过 但袁背毕竟是我堂妹 如果你们是真爱 我也不会当拦路虎 听了这话 张智竟然眼神一亮 这亮光深深刺痛了我的心 她戚戚爱爱地说 那个袁心 你 你不怪我吗 我反问她 你确认自己爱的是袁背吗 张智看一眼年轻娇美的袁背 相当爽快 地点点头 我心里有些崩溃 结婚五年多的老公 竟然当着我的面 毫不犹豫选择了我的堂妹 我强迫自己忍着泪说 好 既然这样 我同意离婚 但我有条件 你净身出户 那不行 我们结婚这么多年 我有权利分一半财产 张智当场拒绝 我冷笑 你是出轨的过错方 凭什么要求分一半 张智刚要回嘴 袁背却突然大声说道 谁要和张智在一起 我才不会和他在一起 我根本不爱他 我和他在一起 不过是为了气你罢了 从小你就比我学习好 懂事 街坊邻居都夸你 连我爸都对你格外好 凭什么呀 你算老几呀 明明我才是我爸的亲女儿好吗 你考个好大学了不起呀 有份好工作了不起呀 你凭什么看不起我 安排我去打杂 我就是不服气 我哪里不如你 哼 你不是自诩你老公爱你吗 他还不是照样 你不是赚钱多吗 结果呢 你赚的钱还不是我在花 我就是故意勾引张智的 我就是见不得你幸福 见不得你好 现在你过得不好 不开心我就高兴了 但我才不会要又丑又没钱的老男人呢 原被连猪炮斑对我狂轰乱炸一顿 别说我 就连张智都傻在了当场 原被却放佛大仇得报一般 飞快进屋收拾了行李箱 只高气昂地摔门而去 张智见原被离去 竟然对着我扑通跪倒在地上 开始恳求我的原谅 对不起 老婆 我错了 我错了 但我是被原被那个贱人蛊惑了 我不是真的爱他 我只是猪油蒙了心 求求你给我一次机会 我以后一定好好对你 再不会犯错 这对狗男女真的是刷新了我的三观 我倒吸一口气 让他写两份东西 第一份写清楚所有他为原被花的钱 第二份写份忏悔书 表明因为他自己的过错 所以决定全部财产都留给我自己净身出户 第一份张智很快写好 给了我第二份 他却坚决不肯写 我告诉他 我现在对他信任全无 如果他写了 并且以后再不犯错 我们还可以像现在这样勉强继续生活下去 如果他执意不肯写 那不好意思 我准备起诉离婚 并且会把他的所作所为 包括视频全部发给他的亲朋好友们 让大家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事 最后张智无奈选择了写原被走后 再也没有联系过我 我主动联系了婶婶 告诉了他原被所做的一切 没想到婶婶竟然对着我破口大骂 我正要找你呢 你倒先好意思先来找我了 你们两口子也推不是东西了 尤其是你原心自己不能生孩子 竟然骗着我闺女和你男人在一起 不就是想骗我闺女怀孕给你们生个娃吗 我告诉你 贝贝傻 我可不傻 我是绝对不会让贝贝给你们俩生孩子的 孩子必须得打掉 你们还得给钱 流产的费用 营养费 赔偿金统统要给 我都快被这无耻的理论气笑了 我忍着笑反问他原被怀孕了 沈氏恨恨地说是 听到这个消息后 我心中很快有了更好的主意 我故意把这件事告诉了张智 虽然当年张智为了能和我结婚 答应了我丁克的要求 但我心里知道 这么多年 张智其实一直想要个孩子 果然 我告诉张智后 他表现得非常激动 立马表示要去看原被 我当场泼他冷水 你一个已婚男人 我叔叔婶婶不可能答应原被给你把孩子生下来的 张智却明显听不进去我的话 他开始狂打原被电话 只是怎么也打不通 他又要求我 让我把我叔叔和婶婶的电话给他 我们也是看着他 你不用白费心思了 他们的脾气我知道 不会接你电话的张智无奈了 最后竟然跪在地上 求我给他原被家地址 让我可怜可怜他说 他老张家不能绝了后 我心中对张智的最后一点留恋 也被他这句话彻底抹杀 原来结婚时 他的信誓旦旦都是屁话 原来他心心念念的 还是要给他们张家留后 那么当初 他又为何要来骗我呢 只是因为我赚钱多吗 原来他竟是对我 没有一点感情吗 为你生下孩子 张智蹲在地上一脸抓狂 我问他是不是真的很想要这个孩子 张智没有犹豫 告诉我 是的 我告诉他如今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我们马上去申请协议离婚 离婚后他可以去找原被求婚 那个时候说不定还有留下孩子的希望 张智狂摇头 现在离婚有一个月冷静期 万一原被在这一个月内把孩子打掉 我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深呼吸一口气 说我会好好和原被一家周旋 保证他们不会打掉孩子 张智又犹犹豫豫地说离婚他同意 但他不想净身出户 因为他以后还要养孩子 需要钱 考虑到买婚房的时候 张智父母出了一百万的首付 我答应给他二百万 虽然这套房子是值一千二百多万 但他是如此伤害我 我是绝对不同意分给他一半的 他不肯 南南说道 这房子值一千多万呢 我要一半 而且咱俩还有存款 我气定神贤地坐在沙发上 我无所谓 那就不离婚好了 等我什么时候心情好了 咱们再讨论这个事情也可以 张智急了 那原被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 孩子可等不了啊 我好笑地看着他 你和原被的孩子那是私生子 和我一个原被太太有什么关系 张智低头沉默不语 健壮 我声音冷硬地对着他说 张智 你钱一阵花在原被身上的那几十万 可是夫妻共同财产 如今我不要求你追回 已经是仁至义尽了 现在我答应给你二百万 那也是看在你父母的面子上 老人当初凑那一百万首付不容易 一辈子的积蓄都给了我们 如果不是考虑到他们 就凭你做的这些破事 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 我和你保证 以后就算咱俩不离婚 你也不会再拿到我一分钱 我反正是不打算再婚的 所以咱们离不离婚 对我来说完全无所谓 说不定过几天 你想要二百万和我离婚 我反而不愿意了呢 张智明显慌了 他知道我这个人说得出 做得到 他立马起身对着我说 好 我同意咱们马上去申请离婚 但你得答应我 要帮我保住原被肚子里的孩子 离婚申请提交后 我当着张智的面 给婶婶电话 婶婶在电话里提各种条件 要求我们出钱打掉孩子 我故意说钱我一分 也不会出的 谁知道原被是不是真的怀孕 而且就算怀孕了 也不能证明孩子就是张智的 婶婶在电话里对着我各种乱骂 我安安静静等着他骂完 然后告诉他想要钱也简单 首先你们要把怀孕的证明报告发给我 其次我要求做亲子鉴定 现在医学发达了 孩子在妈妈肚子里也能做鉴定 只不过要等怀孕八周的时候才能去做 如果确定是张智的孩子 我故意停顿了一下 深深焦急问我 如果确定 你们要给多少钱 我看了张智一眼 一字一顿说 如果确认是张智的 他会给原被二百万 什么? 二百万? 沈时的声音陡然提高八度 张智在一旁忙不迭硬程 是的 我可以保证 只要能证明孩子是我的 我一定会给原被二百万 你们口说无凭 我怎么相信你们? 我可以写字句 我马上写快递给你们 张智主动说 看来二百万的诱惑果然不小 深深大喜过望 一口答应了下来 好不容易熬过了冷静期 张智迫不及待地和我去领了离婚证 我把二百万当场转给了他 还告诉了他叔叔家的地址 从此和渣男一刀两断 后来的事情 我是听叔叔邻居家和我关系很好的姐姐告诉我的 她说 张智找到原被以后 要求原被生下孩子和他结婚 但原被却只想要张智承诺的二百万 而不想和他结婚生孩子 两个人争执撕打了好几天 搞得左邻右舍都知道了原被未婚先孕这事 张智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 原被之所以不愿意和他结婚 是因为后来认识了一个当地的小富二代 他想和那男的结婚 张智为了原被 已经和我办了离婚 房子也放弃了 哪里能允许原被甩了他 为了彻底断绝原被的后路 张智竟然拿着自己和原被的床照 还有原被怀孕的证明 去找了那个富二代 富二代一看自己竟然被原被玩弄 非常恼怒 后来富二代纠结了 一群混子把张智给他看的床照打印出来 大肆帮原被宣扬了一番 小成本就不大 原被很快声名狼藉 无奈原被没有其他选择了 只能跟着张智回来疆城 但如此大闹过后 原被身体受到了刺激 最后竟然流产了 张智深受打击 再后来 他们两人虽然还纠缠在一起 但都不上班赚钱 坐吃山空的 日子不好过 两人天天吵闹 日子过得惊心动魄 鸡犬不宁 知道他们过得如此不好 我也安心了许多 至于我自己 后来在一次商务酒会上认识了一个男人 他个高腿长 人挺细长的 单凤眼 站在人群中闪闪发光 帅气十足 喝了酒的我当时脑子一阵发热 既然帅得丑的都靠不住 我干嘛不找个帅的娃娃 端着酒杯冲上去的我当时完全不知道 自己竟然又跳进了另外一个大坑 接下来请听第三个故事 大姨羡慕二姨大半生到了晚年 二姨哭着说 早知道就学你了 姥姥有五个孩子 但就数二姨的日子过得是最好 因为她嫁得比较好 老公家里面是做生意的 而且她老公的确是一个十分有本事的人 在那个年代 大家日子过得都很一般 但二姨的生活从来不缺肉不缺穿的 让很多人都很羡慕 而最羡慕二姨的当然是属于大姨 因为他们家里面情况比较特殊 甚至过年的时候都没有钱去买肉 可是谁能够想到 大姨羡慕二姨羡慕了半辈子 到了晚年的时候 忽然大姨被二姨所羡慕 甚至二姨还说 早知道当初就像大姨这样就好了 也不至于混成现在这种地步 姥姥的孩子 二姨是最为幸福的 他们家里比较有钱 日子过得比较好 在那个年代 大家走亲戚要么是自行车 好一点的可能是开着摩托车去走亲戚 二姨家早早就开上了小汽车 在那个年代 开小汽车走亲戚非富即贵 而且每次二姨都能从后备箱里面 拿出来很多很多礼品 这些礼品都是我们没有见到的 每次去姥姥家的时候 像我们这些晚辈都希望二姨早点来 因为二姨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吃的 很多很多我们见都没有见过的 只有城里人才见到的东西 而且二姨出手比较大方 那个时候别人给压岁钱 可能是给五毛或者是一块 二姨直接是给到十块 那可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面额 因为在我的印象中 我收到的压岁钱顶多就是五毛 多的时候就是一块钱 但二姨一出手就是十块钱 大姨就不一样 大姨家孩子比较多 因为姨父一直想要有个儿子 但前几个都是女儿 所以说大姨就一直在生孩子 大家也知道在那个时候计划生育比较严 大姨家本身就很穷 结果后来家里面的什么东西都被罚得一干二净 可哪怕如此 姨父也没有停止要男孩子的想法 不停地在生孩子 一来是家里面本身就穷 二来家里面孩子比较多 连吃饭的东西都没有 每次去上姥姥家过年的时候 大姨就劝二姨不要给压岁钱了 因为他们家有那么多孩子 而二姨家只剩一个孩子 这样的话在压岁钱方面就比较吃亏 不过二姨是属于那种财大气粗的人 再加上只有一个孩子 也没什么顾虑和负担 每次都说无所谓 而大姨也是咬咬牙 给二姨这边的孩子五十的压岁钱 大姨还是很困难 甚至有时候过年家里面也没有钱买肉 我们家或者是二姨家会买一些白菜萝卜 什么之类的 再割二斤猪肉羊肉给送到大姨家里面去 每次去大姨家的时候 我母亲或者是二姨都是哭着出来的 因为按照他们的描述 大姨的生活是特别困难的 家里面就三间土房子 两张床 几个孩子挤在一张床上 披着一个薄薄的被子 而且那被子又黑又脏 可以看得出来 大姨家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了 他们吃得也很简单 甚至在我大表姐二表姐 他们上学的时候早上起来就拿一根胡萝卜 简单洗一下 用刀切四段 每个人拿一段 这就算是一顿早饭了 孩子上学的比较多 需要花费的钱也比较多 但大姨实在是拿不出来这么多钱 有时候就会给二姨去借钱 常年累月也不知道借了多少钱 到后来多少也会被二姨夫家里面的人所嫌弃 可那终究是二姨的姐姐 她实在是说不出来那样的话 有时候去姥姥家 二姨也故意避开走 后来我们这些人都上学了 因为二姨家条件比较好 直接把孩子送到县城去读书 并且在县城买了房子 很多时候姥姥也劝二姨再生一个孩子 毕竟家里条件好 以后多一个孩子多一个保障 到老了两个孩子也能够商量来办事情 大二姨觉得没必要 现在一个孩子好不容易养大 她不想再过那种没日没夜的日子 也不想费心费力地去照顾一个孩子 现在她把孩子送到寄宿学校 也可以有时间出去玩 没人打扰到自己 大姨这边还是在继续生孩子 应该是在我读高中的时候 那年家里面终于传来好消息 大姨终于生出来了一个男孩 姨父特别高兴 还办了酒席 请了很多很多人到家里吃饭 印象中大姨的大女儿和二女儿 纷纷上了小学五年级之后就出去打工了 因为他们家实在是太过于艰难 按照母亲的话说就是已经揭不开锅了 有一些衣服都是我们这边或者是二姨那边给送过去的那件衣服 这个人穿完那个人穿 一直穿下去 衣服破了 大姨就拿过来缝缝补补 又穿了好多年 上学的孩子越来越多 家里面已经没有办法支撑 后来大表姐和二表姐上了小学五年级之后就出去打工了 甚至他们出去打工的路费都是我们家拿的 那年年底 大姨特别高兴 因为大表姐和二表姐从外地回来的时候 每个人都带回来几千块钱 这几千块钱看上去不多 但对于大姨的家庭来说 已经是一笔巨款了 我听母亲说大姨买了几斤红糖 买了一些鸡蛋 还买了一些肉 这对于大姨来说已经是改善生活了 在过去的好多年里 大姨不管生哪个孩子的时候 其实都没有吃过什么补品 能喝一些红糖水 或者吃个鸡蛋 这就算是好的了 每次去上姥姥家的时候 舅舅都比较无语 一直想劝大姨不要再生孩子了 但大姨就哭了起来 因为这件事情他说了不算 不管是舅舅还是二姨都比较气愤 但有时候也很无奈 顶多就是在带一座月子的时候 给送过来一些红糖 或者是送一些鸡蛋什么之类的 其他的想帮也实在是帮不住 顶多就是把孩子穿剩下的衣服 给更小的孩子拿过来穿 后来二姨夫的生意做得比较好 他们全家都去了外地 去了更远的地方 老家也就很少回来了 渐渐地大姨这边出去打工的女儿更多了 每年回来的时候 带回的钱也更多 慢慢的日子终于开始有了一点点好转 在大姨的第六个孩子读书的时候 家里面已经有钱 可以在县城给孩子租房子了 让他们去上县城读书 那次大姨还说 当年二姨家轻轻松松就能做到的事情 结果他们一家要这么多年 才能够走到这一步 而且是需要好几个女儿共同努力 才能够走到这一步的 大家的日子开始有了一些好转 但大家都是为了生活努力地奔波 所以说老家也就很少回去 顶多就是过年的时候 能够在姥姥家聚一聚 说说这一年的变化 以前都是二姨开着车来到姥姥家过年 现在大姨家也终于开上了车 前几年的时候是开着电瓶车 带着一车的孩子去上姥姥家走动 风吹雨打得总是淋湿 有时候不得已也就住在姥姥家 可是大姨家的孩子实在是多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打地铺 不过现在想来 当年打地铺也是挺好的 后来大表姐二表姐赚了钱之后 就给大姨买了一个带棚的小车 如此一来再也不怕风吹雨打 而且也特别地省事 慢慢地 慢慢地我们这一群人都开始结婚了 那些年大姨家的女儿 隔两年就会有一个人出嫁 渐渐地他们家的日子 开始慢慢地好了起来 慢慢地大家才意识到 在去上姥姥家聊天的时候 没有人再说可怜或者心疼大姨的话 也没有人嫌弃她 相反甚至开始有人巴结她 或者是夸她的命好 这个时候大姨家更多的孩子出去打工 也有了一点点积蓄 日子开始好了起来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 二姨被所有人羡慕了大半生 谁知道到晚年的时候 二姨开始羡慕起大姨来了 因为生孩子生得比较多 也可能是因为当年没有好好地照顾身体 现在大姨的身体有着各种问题 这也不能吃 那也不能碰 身体不是很好 但只要住院 所有的孩子都会回来陪着大姨 而且医药费什么的都会有人争着付钱 每次身边都会围绕着很多人 有次大姨好像是摔倒了住进医院 当我们去看望大姨的时候 就发现一屋子乌泱泱的 全都是大姨的女儿或者是女婿 他们一群人在那里围着 有的人在洗水果 有的人在为大姨吃饭 而医药费这些东西 大姨从来没有出过一分钱 都是她的女婿给出的钱 虽然说大姨的闺女有远嫁的 有嫁到四川 有嫁到福建了 但大姨的孩子比较多 也有几个留在身边的 这一点是二姨特别羡慕的 因为她只有一个女儿 而且她女儿嫁到了广州 离家一千多公里 想见一面也是很难 尽管说现在高铁比较快 飞机也比较快 但一趟来回 也是需要很大的时间的 而且现在的二姨年纪也大了 时常看见邻居抱着孩子 在家门口走动 也会很羡慕 也会想自己的女儿 现在过得怎么样 二姨父常年在外地跑车做生意 那一年冬天 忽然间不知道怎么了 就出了意外 人和车同时都进到河沟里 是路人看到之后拨打了电话 这才就回来一条命 二姨吓得不行 赶紧跟我母亲和大姨他们打电话 等我们跑到医院的时候 就发现二姨趴在床边睡着了 当二姨看到我们来了之后 立刻就哭了起来 她说万幸送过来得及时 再晚一点 可能这腿就保不住了 而且那几天一直是二姨在医院里面照顾着 姨父她已经很疲惫了 两眼通红 一点精神都没有 人看上去很消瘦 于是大姨和我母亲就让她回家去休息一下 我们来照顾姨父 而二姨早就跟她女儿打了电话 只不过那个时候她女儿刚有老二还在家里面坐月子 实在是来不了 于是就给二姨赚了一万块钱 让二姨请护工 这时候二姨就不高兴了 她现在需要的不是钱 也不是护工 只是想要身边有个人来陪 如今看到大姨和我们家都带着几个孩子来了 她看了之后瞬间就崩溃了 二姨说想在生病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子女在身边 但现在是看不到了 毕竟嫁得那么远 回来一趟确实不容易 二姨还说最怕的就是到年纪大的时候 她和姨父两个人都坐在轮椅上 需要人照顾的时候 她女儿该怎么办 毕竟一个人没有兄弟姐妹 遇到事情的时候没有兄弟姐妹进行商量 进行沟通 所有的事情都需要一个人来完成 或者是来做决定 这是很无奈的 也是很现实的一个情况 如果说家里面兄弟姐妹多 遇到再大的事情都可以进行商量 如果说需要钱或捐些什么之类的 大家稍微使劲也就能够解决了 可是家里面只有一个孩子了 到时候孩子要照顾四个老人 而且距离还那么远 该咋办呢 二姨想到这哭了起来 这个时候二姨就开始羡慕起大意了 说她孩子多 就算有几个女儿嫁到外地去 但终究还是有孩子留在自己身边 到老了之后也会有孩子去照顾的 可是她怎么办呀 就这么一个女儿 还嫁到了外地 到晚年的时候 一个女儿要照顾四个老人 这想想都是挺难的 这时候二姨就沉默了 而大姨半开玩笑地说 没事 到时候把我们家老六或者是老七过计给你 其实这样的话 当年大姨就说过 因为当时计划生育比较严重 而且大姨生得一直是女儿 就想着把当时的老四过计给二姨 大 二姨选择了拒绝 因为那时候她觉得自己有一个孩子挺好的 这样可以把所有的爱 所有的钱都给到自己的孩子 想去上什么补习班 就可以上什么补习班 想买什么东西都可以买什么东西 也不会有任何的争执 所有的爱都会给一个人 也能够把一个孩子培养得更好 当年她就拒绝了大姨 不过现在二姨觉得养两个孩子到晚年的时候 假如说遇到什么重大的事情 两个孩子可以一起商量 可以一起扛事情 这比什么都重要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凭什么这么多人非要让我抚养她 我也还有儿子要养 没时间管她 你是她亲姑姑 你不养谁来养她 爸爸去世了 唯一的血脉 你这个亲姐姐都不养 你这样 村里人会怎么说你 你们说的倒是轻巧 有本事 你们把她带走 别找我 我平静地跪在父母的坟头 听着身后的亲戚们 讨论谁来抚养我 我今年七岁 父母前几天在外务工突发意外死亡 父母没有买过保险 我拿不到一分钱赔偿 知道这件事以后 身后的亲戚们就吵翻了天 吵得最厉害的 当然要数我爸的亲姐姐 我的亲姑姑李春平 她用一张三寸不烂之舌 力战我的唐叔唐伯和我的爷爷 我早就知道她不可能会收养我的 如果能有赔偿 或许她还勉强答应抚养我几年 现在一分钱没有 让她平白养一个人 不可能 我在心里对自己这么说 果然 姑姑面对众多亲戚的劝说 抵死不退一步 愣是不松口抚养我 而别的亲戚 他们当然更不愿意 这些亲戚冷血漠然 我早就深有体会 指望他们养我 还不如我自生自灭来的开心 李春平 你今天就表个态 你就确定不养二鸭是不是 这是我爷爷 他为二的两个儿子去世了 一个对他来说打击很大 如今唯一的女儿 又是这种绝情的态度 爷爷刚刚就被气得一口气 差点没提上来歇了会 这会捧着一张铁青的脸 立声质问女儿 姑姑像是炸了毛的猫 差点没被逼得跳起来 对 我不养你们 谁爱养谁养 不要道德绑架我 刚刚他二婶不是还在说二鸭可怜吗 可可怜 你带回去养啊 我看着人群外的二婶 被他点到名 脸色瞬间拉下来 皮笑肉不笑 怎么自己的亲侄女都不愿意养 推给外人 你还能更不要脸吗 我不要脸 我哪来的钱养他 你们给我钱 给我三十万我就养他 姑姑终于忍不住跳起来了 指着二婶的鼻子就骂 当初你不是还喜欢二鸭他吧 现在他 你就不能照顾心上人的女儿 他这话一出 场面瞬间僵住了 虽然这是在场的人都知道 但是谁也不会像姑姑就这样不管不顾的 把陈年旧芝麻老师给搬出来 我看到二婶脸色变得煞白 眼睛时不时看向二叔 二叔脸色同样不好看 春平 你住嘴 爷爷严肃地喝道 随后眼光扫视了一圈周围的亲戚 好 好 你们都不愿意养我 接他回去 我的孙女 我养老人家说得铿锵有力 带了点气性 然而众亲戚还是装死的装死 踢皮球的踢皮球 我始终一言不发 仔细地看清他们丑陋的嘴脸 爷爷常年生病 自己都照顾不了 又怎么照顾我 他们不知道吗 他们知道 爸 我 莱雅 我转头看去 道路的尽头出现了一个人 满头大汗 气喘吁吁 是我的小叔 小叔今年也有二十七了 却因为小的时候突发意外伤了脑子 智商发育得比较迟缓 如今这个年纪智商却只有十三岁 村里的人没人愿意把女儿嫁给一个弱智 虽然小叔长得算得上英俊 但是他没钱 因为智商问题 爷爷努力把他攻到了初中毕业 所以他也找不到好的工作 后来被爸爸带去了城里做了打字员 每个月虽然工资也有三千多 但是现在农村里的姑娘谁能看得上那点工资 也有穷人家把女儿推荐给爷爷 爷爷一看对方 不是身体有缺陷 就是年龄太大 挑来挑去都不合适 索性作罢 哟 这不是小弟刚赶回来呢 你刚刚说二压你来养 那感情好 大家都不用在这里争了 爸你也不用养了 春雨他一个人挣点钱 养一个小女孩够了 咱们不要为了这么点小事 伤了和气 姑姑见有人当街盘侠 脸上那叫一个如沐春风 爷爷拄着拐杖 被他气得直翻眼 你也好意思让你弟弟养他 什么情况 你又不是不知道他 那你说怎么办 让我养 做梦 这是就按春雨说的来 他都说要养了 又不是我们逼他的 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春雨 你自己跟爸说是不是你愿意的 姑姑一听爷爷这话头 就急得抢过话 你爷爷气得没站稳 差点又是一个猎切小叔连忙跑上前扶着爷爷 随后认真地看着众人 重复了一遍刚刚的话 是我来养我说的 小叔虽然智商发育迟缓 但是该懂的道理他都懂 你听到了 他自己要养的 就这么决定了 赶紧回家吃饭 饿死我了 姑姑说完开心地一拍手 咧嘴笑着离开 其余众亲戚见事情圆满解决 都露出满意的笑容 纷纷离开了 小叔稳住爷爷 朝我走来 见我傻愣愣地站在那 对我咧唇一笑 笑容干净而又清爽 苏苏 跟小叔回家吧 这一刻 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 我才七岁 父母死后这几天 我看尽了亲戚们的薄情假意 即便可以假装内心很强硬 但是当小叔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我瞬间又有了家的感觉 牵着小叔的手 我回头看了眼离去的亲戚 他们以为我父母身亡 没有赔偿金抚养 我就是个累赘 但是他们不知道我其实身怀巨款 那笔钱是我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得来的 据说是他在一次外出时偶然救了一位千万富豪 虽然最后他带着那位不知道什么原因流落到县城里的千万富豪逃出生天 但是也因此身受重伤 差点一口气没提上来 千万富豪花了重金把他运到大城市的医院 动用了很多资源才抢救过来 后来更是为了感谢我爸的救命之恩 千万富豪随便给了五百万答谢我爸 这笔钱我爸一直存在我的户头上 没有告知任何人 在农村身怀巨款 被人知道指不定要闹出多少声端 我爸千叮宁万嘱咐 让我在未成年之前 绝对不要和任何一个人泄露 包括我爷爷 我奶奶死得早 爷爷一个人拉着三个孩子长大 其实很不容易 小叔就是他的粗心大意 小的时候和同村的几个男孩发生了矛盾 被他们推散 脑袋撞到了石头上 我姑姑也是爷爷疏于管教 让他变得视力眼爱攀比 虚情假意 唯有我爸可能有些老大的责任感 负担着家里的活和保护弟妹 回家的路上 小叔一边安慰我 一边鼓励我 苏苏别害怕 以后跟着小叔保护你呀 苏苏 我本名叫李荣苏 但是家里的亲戚从来都是叫我二鸭 因为姑姑家的儿子是家族里的第一个男孩 随后我妈生了我是个丫头 排行老二 就叫二鸭 我乖巧地握紧小叔宽大而又温暖的手掌 点点头 小叔摸摸我的头 笑得灿烂无比 跟了小叔以后 我搬去了城里 小叔在城里上班 我被寄宿在学校 每周末才能回家陪着小叔过周末 小叔一百七十五的个头 看起来却憨憨的 一起出门的时候 总会有人对我们指指点点 我无所谓 如果不是小叔 我现在都不知道该在哪里 上了初中 小叔委托了同事给我买了新衣服 其实父母在世时给我买过不少新衣服 小学的时候 可头长得慢 衣服都还能穿 我并不想加重小叔的负担 所以每次当小叔说要给我买衣服 我看着他那两套洗得发白的衣服沉默了 有人会问 你就每个月不是有三千多工资 衣服都买不起 对 他买不起 因为他的工资大部分都是寄回去给了我爷爷治病 爷爷年轻的时候 劳累落下的病根 很难要到病除 需要常年依靠药物来维持 爷爷在我很小的时候 曾经坐在家门口的门槛上叹气 要是我就好了 也就不会成为两个儿子的拖累我这没用的身体 年老时反而加重你们的负担了 爸爸总是阻止他这么说 虽然当时的他并没有救下什么富豪 但是他对爷爷有很深的感情 为了防止爷爷自杀 他曾告诫过爷爷 如果你真想不开要去寻死 那我随后就去让春雨一个人留在世间受苦 算了 爷爷对小叔有很深的自责感 他这辈子最懊悔的就是当时对小叔的疏忽 虽然爸爸和小叔从来没怪过他 所以 爷爷不敢死 他这辈子最大的心愿或许就是看着小叔能够成家 如今我的父母都去世了 他更是惜命 因为他更怕我也成了孤儿 整个初中 我的学习成绩很优异 顺利考上省城重点高中的那一刻 小叔高兴地像个孩子 拉着我去给我买了很多的礼物 我也在迫不及待地长大 因为只有成年后 我才能动用那笔钱 高中是在省城 小叔左思右想 回老家和爷爷商量了很久 终于下定了决心陪我一起去省城 他害怕我在学校被同学欺负 更害怕我被同学嘲笑 初中开家长会时 我作为年级代表 第一老师要求让我父母过来给班级同学家长演讲 我很平静地告诉他 我已经没有父母了 不知道这是怎么就被传开了 学校里那些好事的学生就在调笑我是个无父无母的孩子 见我不反抗 那些人更是猖狂 竟然想霸凌我 这是最后闹得挺严重 老师为了表达对我的歉意 去了我家 也见到了小叔 当他知道小叔智商不高时 他瞬间闭了嘴 隔天学校早操期间 教导主任在全校同学面前严厉地批评了那几个好事者 并且放出话来 如若再犯 直接开除学籍 所以 在初中 我不仅仅因为成绩斐然而闻名 更是因为这件事我依稀之间被全校认识 可惜那个时候手机不盛行 不然我完全可以靠这个博得全世界的关注和捐资 后来我把心里的想法告诉小叔时 他红了眼眶 愧疚地和我道歉 苏苏 对不起 小叔智商不高 给你增添了麻烦 我用力地抱紧他 小叔 人这一生不是智商高就有用的 你对苏苏很好 没有你 苏苏早就流浪在外了 那可不行 苏苏很优秀 不能流浪 小叔总是这么反驳我 高中三年 得益于小叔的细心照顾 高考我考了高分 很高 足以上国内任何一所大学 为此 学校给我发了一笔奖金 一万 回去我就把这笔钱交给了小叔 小叔不愿意收 苏苏 学校给你的大哥 知道会开心 小叔说着说着 又红了眼睛 他这人总是这样 像个孩子一样容易感伤 纵然世界纷纷扰扰 也没有破坏他的纯真 其实这样挺好 我想 除了这么多年以来 他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 三十多岁的小叔 可能是依旧保持着纯真 看起来并不显老 像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 原本我是想着不要办 把这笔钱给爷爷治病用 奈何爷爷跟我杠上了 非要在老家办升学宴 我知道他不是为了显摆他 是为了他大儿子 老人家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我不忍拒绝 只好同意升学 烟士在城里的酒店摆了三桌 姑姑一家最先道 见到我 他笑开了 那张满是褶皱的脸 呀二丫现在这么大了 长得倒不像我大哥 像我嫂子 漂亮 听说你这次考上好大学 学校给你发了一万奖金 我点点头 想知道他要说什么 只见他看了 严远处在招待亲戚的小叔 低声说道 二丫 是这样的 你堂哥呢 也考上好大学了 但是我跟你姑父寻思着送他出国留学 你知道的 现在海外回来的人拿的工资多高啊 我托人打听了 就录取你的那个什么北大 哎呦 我听说里面的学生毕业后 工作都找不到他说的活灵活现 几没弄眼 我却忍不住想笑 北大出来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他这是从哪听来的瞎话 所以我打算送你堂哥出国 回来就有大公司要工资最少两三万 我暗地里翻他一个白眼 出国固然是不错 但是不是名校出来不也就跟国内一般大学一样吗 更何况堂哥并不爱学习 天天打架斗殴 坏事做了一堆 这是爷爷早就唉声叹气地告诉我了 我并没有拆穿姑姑 那你送堂哥去吧 是 你也觉得对不对 但是现在有这么个事 我跟你姑父最近手头有点紧 要不你把学校那一万先借给姑姑用 回头你搁进了大公司 到时候让他给你安排个职业 我说的好像堂哥已经成为公司老板一样 姑姑 这一万也不是我不给你 主要是今天这顿饭我还得花钱 开学了我也得交学费 你暑假去打工啊 你都这么大了 也成年了 也该出去社会锻炼锻炼自己了 你要是找不到工作 这样我让你姑父托人送你进场 一天就十二个小时 工资干得好的有五六千了 到时候你把学费交了 剩下的你也给姑姑用 我吃笑地看着他 真是我的好姑姑 都已经规划好我的人生了 姑姑 我暑假不去打工了 我得回去照顾爷爷 现在身体越发不好了 小叔也没时间 我就想尽孝 姑姑瞪我一眼 尽什么孝 你爷爷一时半会死不了 你去打工多挣点钱就行 你管他干什么 这么多年了也没见他死 别瞎担心了 他的说法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爷爷再怎么说 也是他父亲 他竟然就这么随便把生死挂在嘴上 我脸色瞬间拉下来 姑姑你不尽孝就算了 没人逼你 但是你也不能左右我的人生 话落 我一头冲过去小叔身边 哎 我说你这孩子 姑姑追过来 却在看到爷爷而止住了话 升学宴之后 我回了老家 把爷爷接到了城里 小叔又重新找了份工作 我每天都把爷爷低溜出去溜达一圈 老人家来了 城里明显比在老家有精神多了 这天刚到家的我们被冲进来的一个人吓了一跳 爸 你快救救城城 他和人打架 把别人手打断了 什么 城城现在哪 爷爷急切地问 身体禁不住晃动了一下 我连忙扶住他 姑姑嚎啕大哭 被带走了 警察带走了 怎么办 救救我儿子 我觉得姑姑挺好笑的 他儿子出事不找姑父来找爷爷 爷爷没钱没人卖的 怎么救 所以我忍不住说了一句 姑姑 爷爷身体不好 恐怕帮不了你什么 姑姑迅速擦掉眼泪 握紧爷爷的手 爸 我想过了 你去警察局门口摊着 他们不放 呈出来你 也别起来 我就不信 警察局的人 还能忍心 看着一个体弱多病的老人家 在门口不起 呵呵 真是好算计 你怎么不去躺 爷爷身体这么差 万一真倒地不起 谁负这个责任 显然姑姑是不会负责的 我看了眼爷爷 老人家脸上也满是焦急 我真怕他一个点头就同意了 所以我赶紧出生 这样不好吧 原本堂哥打架也不算大事 如果爷爷这么做 发生个什么意外怎么办 我觉得姑姑还是和被打的学生家长去调解 死丫头 要你多嘴 你以为我不想对方家里有钱 明确表示不会接受我们的道歉 除非拿二十万 我上哪去弄二十万 姑姑愤愤不平地指着爷爷 爸 你就说你就不就成我的儿子 今晚就要在冰冷的牢房里度过了 我这当妈的心疼 说着她又不管不顾地哭起来 哦 她儿子她心疼 她爸就不心疼 我冷笑地看着她演戏 手中紧紧地拽着爷爷 奈何爷爷对大孙子也很重视 后代唯一的命根子 他似乎也有这个念头 过了半晌 见爷爷已经决定和姑姑走了 我咬咬牙 终是大喊出声 爷爷 别去了 这二十万我拿给你 这话一出 门口的两人惊呆了 姑姑反应最快 脚下生动 跑到我眼前 二呀 你说真的 你有二十万 你哪来的这么多钱 你爸妈留给你的对不对 我就说嘛 大哥大嫂干了一辈子 怎么可能到死 一分钱没有 合着当年 就是诃骗我们免费养你呗 我懒得跟他解释 走过去扶着爷爷去了房间 姑姑还在身后喋喋不休 二呀 你要真有这个钱 我觉得你也别给对方家长了 你给我要 我说还得让爸过去躺着 躺一躺 兴许成成就出来了 没必要浪费这么多钱 我进了房 面无表情地 砰的一声 关上房门 小苏 你这二十万 真是你爸妈留给你的 爷爷在床边坐定 激动地说 这个钱你别动 是春泽他俩用生命换来的钱 你不能拿 给你姑姑用 给了他 就别想要回来了 YZ 春泽就是我爸 这钱你留着 以后上大学要用 我走过去 拉起爷爷授骨临巡的手 爷爷 没事 我知道你担心堂哥 我拿出这笔钱 不是为了姑姑 是为了爷爷你 我想我爸会赞成我这么做的 我还是对所有人都有保留 以我姑姑这贪婪而又自私的嘴脸 如果我身上的巨额被他知道 难保他不会连夜过来杀了我 这是他做得出来 第二天 我把钱取了出来 姑姑伸长了脖子 想看看我卡上的余额 我早就防备这帮不靠谱的绝品亲戚了 所以我把大部分的钱都取出来存了 顶期只留了几十万放在不同的卡上 我拿着钱和姑姑一起坐车去了对方家里 我不信任他 钱给到他手上 他难道会真的去救他 不会 儿子 我想在他心里谁也没有钱重要 二呀呀 你说你当年你要是告诉姑姑 你有二十万 姑姑也不会不要 你要体谅姑姑 那时候穷 自己都吃不上米饭 更别提养米了 说得像是那么回事 如果忽略他肥胖的身躯的话 可信度可能高一点 你爸真的就留给你二十万 剩下的钱你要不提出来给姑姑帮你存着 等你出嫁了 姑姑也好 给你置办嫁妆 我扭头看着车窗外 不想搭理他 早就知道拿钱出来 他会没完没了 但是为了爷爷 我也必须这么做 事情解决得很顺利 对方家长拿了钱撤了案 堂兄被放了回来 姑姑立刻把他拉到一边 说了我的事 顺便拾着他来找我要钱 堂哥咧着嘴 猥琐地走向我 嘿嘿 堂妹 听说这次是你拿二十万救了我 你可真是哥哥的好妹妹 哥快要去留学了 学费还缺点 你那边还有的话先拿来给哥用行吗 我把银行卡扔给他报了密码 你这里真的还有钱 堂哥很惊喜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冷冷地说道 你自己去看 有钱你就拿去用 堂哥没看懂我的表情 真以为卡里还有钱 拉着姑姑就往银行跑 看着他们兴奋的背影 我摇摇头 叹息一声 谁家有这样的亲戚不糟心 想也知道他们最终没拿到钱 两人竟然还跑到小叔家里大闹一番 控诉我在欺骗他们 二呀 我说你这就不公道了 把我们母子耍得团团转 你很开心是不是 姑姑刻薄地说 行 既然你这里还有钱 以后家里有事 也别来找我们了 我们家可没钱给你们 姑姑拉走了堂哥 堂哥临走之前 还给了我一个凶狠的表情 哎 造孽啊 我怎么会有这种女儿爱爷爷在桌边听着我说完整个过程 不断地抹泪捶大腿 小苏以后少和你和他来往 他就是你 也别花一分钱在他身上 养不熟的白眼狼 以后有他哭的 我当爷爷这句也就是在泄愤而已 只是没想到之后发生的事还真被他预言了 我想爷爷这个时候也不会知道自己会说得这么准 我上了大学 堂哥出了国 半年后的一天 我接到了爷爷的电话 电话里老人家似乎被耗空了体力 有气无力地问我能不能回去一趟 我不明所以 和老师请了假 连夜坐车回家 打开门的那一刻 屋里坐满了人 这样的场景还是我七岁时父母过世的时候才出现 我的眼神从他们和姑姑的身上划过 注意到每个人都面色深沉 心里一咯噔 怎么回事 堂哥并不在这里 是又干了什么通天大事 爷爷看见我 招呼我过去 摸了摸我的头 话未出口 眼泪却流了出来 爷爷 你别哭了 发生什么事了 一旁的姑姑坐不住了 眼睛红肿地窜过来 尖声叫道 二鸭 你堂哥出事了 他得了重度海洋性贫血 要立刻进行骨髓移植 不然可能会死 我看向爷爷 堂哥 怎么会事啊 我怎么这么命苦啊 生了个儿子 好不容易考上大学 眼看着就要享清福了 他却染上了这种病 他 我活着 还有什么意思啊 姑姑在一旁哭天地 我冷静地看着众人 轻声问道 所以让我回来是做什么 众亲戚一磨二审站了出来 二鸭鸭 是这样的 你堂哥 他是稀有血 听说你也是 哦 我懂了 原来我和堂哥骨髓能配对 姑父冲到我面前 砰的一声跪在我面前 二鸭 只要你救了我儿子 我这辈子当牛坐马豹打你 我安静地拦着他不说话 周围的亲戚纷纷劝说二审 说二鸭鸭 你堂哥可是李家单传了 他可不能死啊 你得救他 他是单传 我就有义务要救他 二叔说 是啊 你们骨髓能配对成功 也算是造化 医院方面说 如果找不到配对的骨髓成 还得等医院配对 他情况这么严重 还真不一定能等得了 所以我就不应该考虑 应该直接答应 省得耽误了他的就职 三伯说 丫头 听伯伯的 虽然骨髓移植对身体有损伤 但是你是女孩子 没多大影响 哦 那你知不知道骨髓移植轻则感染 损害身体机能 重则死亡 不知名的某位亲戚也插上一嘴 你还在考虑什么 还不赶紧救人要紧 你可别说你不愿意 今天就是拖我们 也得把你拖过去 我斜眼看了说话的人一眼 是一个稍显年轻的书版 看着这些假人假意的嘴脸 我胃口一阵翻山倒海 我永远记得 七岁那年 同样是他们在我爸妈的坟头 把我如垃圾般丢来丢去 我很想问 当年既然所有人都不愿意抚养我 现在他们是以什么身份 在我面前提要求 如果不是小书领我回来 我早就和爷爷死一堆去了 他们凭什么在这个时候 对我指手画脚 二鸭就当姑姑求你了 求你就救你堂哥吧 你堂哥这次手术费高得吓人 这样 如果实在不愿意 姑姑也不强迫你 就把你爸留给你的所有钱全部拿出来 给你堂哥救急用 我得赶紧加钱 让医生尽快找到合适的骨髓 给你堂哥 又想拿我骨髓 又想拿我钱 我看向爷爷 老人家瞬间像老了十多岁 勾搂着腰 死气沉沉 见我看过去 对我摇摇头 小苏 你自己决定 你何成都是我的孙子孙女 我不会要求你做任何事 你就是不愿意 我也不会怪你 那怎么行 我儿子还等着钱救命呢 是啊 他爷爷 你这么说 不是让成成 弃于危险吗 要我看 二鸭必须得给成成款 捐骨髓 这是大人们做主了 小孩没得商量 是啊 现在成成在和时间赛跑 咱们就别再耽误了 赶紧去医院才是正事 叫二鸭回来 不就是让他去捐吗 长辈们都决定好了 还问他做什么 亲戚们七嘴八舌地说着 我不插话 也不反驳 但我始终不会点头 行了 把二鸭拖走 只是让他捐点骨髓 就能救成的命 我不知道 你们还不动手在干什么 二叔说完 气势汹汹地 要上前拿我都助手 谁敢动苏苏 小叔喊着从门外冲进来 手里拿着一把菜刀 我眼眶湿润 喊了他一声 小叔 苏苏别怕 今天谁也不能带走你 谁敢动苏苏 我跟他拼命 小叔拿着刀 凶神恶煞地盯着那群亲戚 你这个弱智脑子是不是有病 二鸭的骨髓能救人命 你好好想想 是用你侄女的骨髓 还是要你侄子的尸体 姑父朝小叔咆哮着 我不管 我要保护苏苏 我不会让他被人欺负的 我不管什么成 我又不认识他 小叔说的是事实 姑姑的儿子嫌弃小叔是弱智 从来不会叫他 更是不愿意跟他来往 以至于小叔从来不知道自己还有个侄子 你们今天谁敢动苏苏 我就杀了你们 小叔发狠着瞪着这群虎视眈眈的亲戚 春雨 你是不是不顾你侄子的命 你就说我儿子如果 是不是也要拿你的命赔给我 今天不管怎么说 要么二鸭陪我去捐骨髓 要么就拿钱出来 姑姑见小叔这样也来劲了 像个泼妇一样推丧着小叔 仗着是小叔的姐姐 他认为小叔也就吓唬吓唬他 小叔也确实没对他用刀 见此情况 他更来劲了 用臃肿的身躯将小叔挤一边去 伸手就朝我抓来 小叔反应过来 转身用力推开他 他一个踉跄 一屁股坐在地上 口袋里的新款手机啪的一声摔了出来呀 我的手机 春雨 你不要命了 这可是老娘花了五千买的新手机 摔坏你命都赔不起 姑姑惊叫一声 连忙拿起手机 我冷冷地看着他 说什么没钱给堂哥治病 但是却能花五千给自己买新手机 真当我是傻子吗 我刚想张口质问他 哪来的钱买手机 结果他在拿起手机时 不小心触摸到了某个案件小叔不大的屋子里 瞬间充斥着堂哥吊儿锒铛的声音 妈 你搞到钱没有 快点弄好过来 我已经点好烤串 等着你们回来庆祝了 周遭的亲戚瞬间惊呆了 姑姑连忙把手机一顿猛按 如果不是花了五千 我怀疑他能直接把手机扔出去 奈何他可能并不会玩智能机 所以 慌乱中 怎么也关不上外放的声音 怎么还没好 你就说我得病快 要钱治病 赶紧的 那群催债的 马上就要来找我了 你是想让你儿子死在你面前是不是 上次他不是轻松就拿了二十万出来吗 我猜他爸给他肯定留了不少钱 你想办法一次性弄过来 我说你也是没脑子 他小的时候你也不问清楚他是不是有钱 那个时候如果知道他有钱 把他带回来 钱骗过来再把他扔出去就是了 如果贫血这个行不通 就说我得癌症急需用钱 不行你就用上次的手段拿老不死的来威胁他 姑姑面露惊恐 手忙脚乱 贼溜溜的小眼睛四处看堂哥 竟然骂爷爷老不死 看来姑姑在家 没少这么称呼爷爷 这一刻我胸口凝着一口气 一旁的爷爷脸色黑沉 气得胸口不断起伏 怕老人家一气之下喘不过气 我连忙跑过去轻轻拍了拍他 同时立声对姑姑说 你还不走 你想气死爷爷是不是 姑姑像是才反应过来 连忙推开人群往外去 对了 你上次不是说你那个傻弟弟智商不行 你给他申请了什么低保护吗 我查了 你下次直接就说他是个精神病患者 这样可能赔偿会多一点 门口堂哥最后一条信息的声音传到每个人耳朵里 爷爷气得拍二耳起 滚 得给我滚 以后 我没你这个女儿 我也没他这个孙子 我就当你们了 滚 说着他一口气没喘上来 两眼一翻晕了过去 场面瞬间慌乱起来 你怎么了 小叔跑上前 我二话不说 把爷爷推上小叔背上 连忙往医院跑去 经过门口时 我的语气冷得像冰茶 以后 我不想看到你们所有人 我不认你们这些亲戚 这辈子 我李荣苏只有两个亲人 哎哟 你看二丫说的什么话 骗你的是你亲姑姑 你倒是怪到我们头上了 二婶阴阳怪气地说 就是 我们这也不是被骗了吗 谁知道你姑姑一家是这种人 哎哟 太可怕了这事 我冷冷地 最后看了他们一眼 仗着是长辈对小辈随意指使 没弄清事情的真相 就要来逼我去捐骨髓 总是一副道貌岸然的正义使者模样 他们不是人 他们就是魔鬼 这样的一群亲人 不要也罢 我不再理会他们 追上小叔的步伐 一起送爷爷去了医院 索性送得及时 没出什么大问题 但是医生也警告我们 老人家受不得刺激了 下次再这样会很危险 我和小叔千恩万谢 爷爷住院期间 我总算弄明白了事情的所有经过 原来去年堂哥见自己喜欢的女生出国留学回家就嚷着他也要去 姑姑溺爱他到处借钱 凑够了二十万送他去了国外 哪里想到堂哥根本就不是去读书 他是去追喜欢的女生 人家可是个富家千金 哪里看得上他这种穷小子 堂哥不服 人在国外 却想办法在国内借了很多高利贷 他以为在国外国内的催债人没法找到他 所以借来的钱在外面花天酒地 还没到半年就把姑姑借来的二十万 外家借了高利贷 五十万花完了 没钱生活 怎么在国外生存 不得已 他只好回了国 刚到家就被守株待兔的高利贷公司人现场抓住 情急之下 他和姑姑想出了搜主意 逼我拿钱 在他们看来 我能轻松拿出二十万 肯定就还有更多的钱 一切都是他们的意想 只能说他们这次还真猜对了 两个人一合计就用的重病的方式想把钱弄走 如果我真的没什么钱捐的骨髓 他们拿去卖也能卖到点钱 真是好算计 听到这些的我止不住的冷笑 未有这样一群亲人而心寒 所有人都不可原谅 亲戚们虽然也是被蒙在鼓里 但是他们千不该万不该 随意就跑来对我喊打喊杀 妄图用那点可笑的亲情就对我指手画脚 我应该认他们随意摆弄 人生这些事我没有告诉爷爷 老人家辛苦了一辈子 怎么也不会想到 养出来的女儿不仅仅是白眼狼 还是一头恶狼 出院以后 我带着爷爷和小叔搬了家房子 我早就在省城买好了 花了一百多万 以前一直听从爸爸的教诲才不外露 但是和那些人断绝关系以后 我还怕什么 我就不信谁还真不要脸了 再来找我们哦 还是有的 当二神给爷爷打来电话说过来看看爷爷时 我就知道他肯定是听到了什么风声 所以我直接夺过爷爷的电话告诉他 二神 你要来看看爷爷吗 这次爷爷在医院花了十几万 二神 你知道的 我还是个大学生 小叔也没这么多钱 你能带十万块钱来给我们用用吗 和这些不要脸的谈话 我得更不要脸 什么 不是听人说你用你爸的钱买了房 什么 你听谁说的 爸爸的钱我上次都给了堂哥 这房子我同学家的爷爷在这里治病 我还是花了两千千租来的 同学的房子 那不是听说 哦 那先这样了 我这边有点急事 先挂了 说完他匆匆挂断电话 我吃笑一声 我告诉爷爷 这是爸爸意外之财 我买了房子以后还剩一点钱 打算给小叔看看脑子 并承默爷爷 以后小叔能结婚 房子也是留给小叔用来做婚房的 我不得不做万全打算 堂哥借的是高利贷 那群人穷凶极恶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虽然爷爷嘴上说着和姑姑断绝关系 但是真的面临他们生死的绝境 难保爷爷不会动侧隐之心 所以我有所隐瞒 也想让爷爷知道我做的一切是为了他儿子 他对小叔愧疚很深 白眼狼要钱女儿和这么多年挣钱续他命的儿子 孰轻孰众 我相信他分得清 爷爷那一晚 哀声叹气了很久 几天后听说姑姑一家被高利贷的人追得到处躲 期间姑姑还是不要脸地打电话给爷爷求救 但是都被我直接挂断了电话 不是我绝情 堂哥既然敢借一次 我若是帮了他 以后他绝对就会借更多 这就是个无底洞 填不满的没过几天传过来噩耗 催债人找上他们一家人 堂哥趁乱杀了人 姑姑被那群打烧打了脑袋 撞上石头 当场晕了过去 送去医院已经迟了 脑溢血身亡 姑父见形势不妙 连夜卷走所有的钱和情人私奔了 谁也不知道 姑父原来早就在外面养了一个小三 小三都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已经五岁了 更奇葩的是 那个小三在和姑父逃跑的时候 趁着姑父不注意 把姑父的钱带跑了 留下一个小男孩 好吧 只有狗血 没有更狗血 堂哥杀了人被捕入狱 姑姑身亡 姑父写小三逃脱又被骗 一切的一切都是他们旧由自取 大学毕业后 我搬离了那套房子 爷爷苦撑了几年 也在去年撒手人寰 老人家走的时候很安详 因为他终于等到了小叔成婚 是的 我花了几乎一半的钱 终于治好了小叔 康复了大半年 现在他的智商和常人无异 更重要的是 他们厂里竟然有个女孩 从没有嫌弃过小叔 帮助他很多事 小叔最后娶了他 爷爷去世的时候 舅妈的儿子刚满月 据说亲戚们知道我身怀巨款时 在村子里到处坏我的名声 说我就是个白眼狼 这么多钱早不拿出来 救我姑姑一家 就请他们对我做的一切 我难道有义务要救他们 小叔安慰我 让我别搭理那群人 离开的时候 小叔很舍不得我 我却大大咧咧地笑着对他说 舅 我只是去外地工作 又不是不回来了 以后这里都是我的家 我肯定还要回家的 嗯 苏苏 这里永远是你的家 欢迎回来 走了一段路 我扭过头 看到门口舅妈也抱着孩子走了出来 小叔小心地从他手里接过孩子 露出幸福的笑容 见我回头 两人朝我挥了挥手 我笑着转身 踏上属于我的旅程 我希望你做到了 是我的旅程 我都不回答你了 我做了一个旅程 我做了一段路 我做了一段路